資源回收管理基金剩餘有2億4千多萬 叫預算剩餘7億 減少了4億6千多萬 只要是回收清除助理補貼費 叫預計增加 那麼各開機關跟基金 我們審的結果有提出 幾點重要審的意見 我現在再要報告 第一個就是有關 溫室氣體排放的管制方面 那麼我國是在民國96年 就建立溫室氣體排放的 這個建築登陸的平台 不過因為沒有法律的一種強助性 雖然累計到現在登記的這個事業 已經超過500多家 不過在排放量這個資料 它並不是很期錢 那對這個後續判排放交易 理販制度的主行 那麼是還沒有建立很好的一個基礎 除外就是我國 美能二氧化碳的平均排放量 那排放量在整個全球的排名 雖然這幾年已經有下降 已經有逐年來這個下降 那麼在102年是這個 這個每立萬公尺30.1降到25.4 不過目前呢 那在整個全球台灣地區呢 總共還有六個 雲嘉蘭還有金門總共有五個這個檢測站 那他們的這個排放 測到的這個平原2.5呢 那還是才增加了這個趨勢 103年比102年增加 所以這個它的濃度繼續有惡化的情況 除外就是部分行政區設置的空氣品質 監測站的數量跟這個設置原則 那麼所謂應該設置的量 還是有不足的地方 這個都有帶來積極改善 第三點是有關會使用有流向的這個管住呢 那麼國內是在98年完成會使用有流向體質 調查跟申報的一個系統 那個相關規定 不過呢 在98年間建立的時候呢 並沒有即使把這個住宿餐飲 還有這些攤飲業進行擴大管住 所以在管住功能從98年做了以後呢 一直有這個漏洞 那在住宿跟餐飲呢 一直到103年的12月31號 那麼才把它納入這個上網 順暴的這個事業 但是在癱瘓最快在管住上還是略有未待 所以基於這個環保署統計 在103年度這個異估的一個回縮 雖然也回縮3.69萬公噸 但是大概還有3萬公噸的這個量 那麼還有待繼續追蹤 所以在後期包括這個癱瘓 它的一些會使用有的掌控 還有這個相關勾基 這塊事實上還是有很努力的空間 第四是全國垃圾處理 已經訂定這個區域合作機制 那目前在本島還有外島的這個金門 澎湖連江 那總共是有8個地方政府 那麼他們並沒有這個垃圾混化爐 那它所產生的垃圾必須要運轉到其他地方 政府去處理 不過這個近一年多來呢 有關這個大型垃圾混化爐 他們收縮一般事業會去物有增加的期數 那另外在斷斷續續因為稅休停留的關係 所以隱身這8個地方政府它的這些垃圾 那有時候會有一段沒有辦法去清印去燃燒的困境 那也引化一些民燃雖然都會經過協調 但是斷斷續續發生這種沒有地方去燃燒的這個情況 還不是一個很好的一個現象 有帶來繼續努力 第五是全國的這個重點河川 總共水調 那經過這個長年來的這個整治 雖然已經在這個不切氧的這一塊主標已經達到目標 不過在整個水族的這個改善呢 這個各該河川到目前都還是中度的汙染 那麼在整治前後 那這個在汙染的這個情況並沒有顯著的改善 最主要它的原因還有需要強化的事項 包括說在公共汙水下水道的一個接管的普及率 那麼除了台北市跟新北還有高雄比較高以外呢 其他這個接管率都還相當低 所以在這個公共汙水的這個水鹽最快還是會汙染河川 除外就是細木廢水汙染鹽的一個減量 在最快呢目前那還是有相當大的這個百分比 另外就是地方政府在這個水族監視機制呢 那因為它通報的時候這個時間有一些落差 所以沒有辦法地方政府沒有辦法局署來追查這個汙染來源 主要就是在地方政府的一些這個現地處理水族淨化工程 有一些改善的事項呢在追蹤最快有帶來強化 透過這些努力那麼在這個河川的汙染 是不是能夠再進一步再往前邁進 第六是全國處理的回收分離清印系統 還有多元再利用的模式 經過多年推廣並且已經完成一些處理廠的一個建築 不過在這個整個補助計畫戒板以後呢 全國處理回收再利用量就呈現下降的期數 那歷經多年建立的處理回收分離系統 還有處理多元再利用模式的無法有效來發揮功能 主要就是部分地方政府它沒有落實這個處理的分類 所以處理後續再利用的情況呢 沒有辦法來得出這個管控居住呢 還不夠健全 第三小項就是在損查地方政府來興建處理堆回廠的時候呢 它這個計畫呢不夠嚴謹 還有後續再應轉的一些情況呢 那麼這個督促也有帶強化 所以在這個處理堆回廠的這個效能 沒有辦法這個來充分發揮 除外就是處理回收多元利用模式執行 7年來它最主要的回收還是以養殖為主堆毀為福 所以在後續的這個利用還沒有辦法來突破 造成其他再利用方式沒有辦法達成其他再利用的這個推崗目標 第七點是在第28月有關 地下除草防阻污染地下水源的這個作業 那麼發現這個地下除草防阻污染地下水體設施 跟監測的設備的不合格力偏高 而且有超過三層的地下除草呢 那麼在短期間還沒有接受查核 除外已經依法公告的整住 控住場主或是列管 採取應變必要措施的地下除草 還有近4層到103年底 4層還沒有完成整住的一些作業 那另外地下除草的順暴監測的這個塑料正確性 有帶來加強這些都牽涉到這個 這個區域的一個污染 有需要再繼續強化 第八點是在98年99年間 這個行政院核定電動機車產業發展推動計畫 那麼在這個計畫裡面 那也有業者來建立電動機車電儲交換系統 不過他們基於成本的考量 那麼所建立的這些交換系統 並沒有前速開放 那合約裡面對這個正速營運以後 也沒有要前速開放的一個規範 所以在這個他使用的這個情況不是很理想 而且在當初計畫就是推行電動機車 要採用共通電儲 那麼最快因為牽涉到這個業主 這些機車生產者的這些系統 那麼在最快目前還沒有辦法達到 這個共通的一個電儲 那還是有帶來進一步來輔導 那才能夠擴大這個適用車種的這個種類 能夠讓這個電儲的這些下游的電儲交換系統 能夠發揮它的營運量 第九點是在補助地方政府 鄉村市區來營造優子的環保這個試換區 那這中間總共編來有三十幾億的預算 時間是也接近二十八億九千多萬 不過在貨系的這個監督 還有這個管控的一些機住 我們覺得說有需要來這個強化 包括在這個補助款的剩餘款的一個追蹤 那也是機車要強化 第十點是在一百零三年到一百零四年度 補助地方政府 他也換老舊垃圾車總共有兩百二十幾輛 不過我們在發現說 他這個補助計畫內容 跟這個對地方政府一般補助款的 主定措施促進項目有重疊 所以有部分地方政府 那麼他沒有依照這個主定的項目來辦理 那除外在補助過置這個電動壓縮垃圾車 採用電額的比例方式補助 我們覺得說可以進一步來 參佐地方政府的財力等級 來訂定不同的這個補助額度 那第十一點是環保史 這個建過低碳永續家園的計畫 已經建築這個計畫主行的廣告作業 不過在這個減碳量的一個填爆 有些資料我們發現他不夠完整 還有這個正確性也有在尊著的地方 最快可以來加強改善 那在最後一點就是 澎湖呢 那麼這個要建過一個低碳島的 那在這個計畫裡面有補助 五千兩百萬要有興建這個澎湖的 這個垃圾昏懸場 那就是經過昏懸以後 那麼也有取得一些可以回縮利用的 然後減少運到台灣本島的一些垃圾量 不過這個計畫雖然已經建好這個昏懸場 但是他實際上所說到的這個效益 還有得到的成果跟年的目標差異很大 所以在最快 而且這個補助的計畫已經戒滿 那麼到時候 政府他是不是會再繼續運轉 我們會再進一步來追蹤 以上是針對103年度中央政府總檢查審核報告 環保所主管的部分做檢查報告 各位主席跟各位委員指教 謝謝 謝謝 好 我們現在就開始進行尋答 先做如下宣告 第一 每位委員8分鐘 必要時的延長2分鐘 第二 上午10點鐘截止登記 我們請登記第一位的致命中委員質詢 謝謝主席 麻煩請張副署長 委員長 署長長 請教您一個問題 就是整個台灣地區經濟發展的過程 當中 早期是強調經濟發展 但經濟發展發展到某個程度之後 相對也要重視環保 但是經過這幾年的各界的強調 注重環保之後 現在各界也有一種聲音 就是過去這段時間過度強調環保 那結果會阻礙台灣地區的經濟發展 尤其是FDI 現在外國在台灣的投資 整個世界上一百九十幾個國家 台灣是跟北韓類等同一個 大概倒數第四名 所以外界也檢討說 那環保在台灣地區 在注重環保當然很重要 但是不是在注重環保的同時 要協助兼顧整個產業的發展 請教副組長 新政府上海之後 怎麼樣去兼顧一方面 在經濟發展的同時 能夠兼顧整個環保 那倒過來兼顧環保的同時 也要協助促進經濟發展 不然台灣大家知道 主機長在那裡也很清楚 你要擴大公共投資 因為沒有錢 對不對 那你要促進民間的投資 涉及到缺水缺電缺土地 也面臨了環保的重大問題 所以請教副組長 環保署就在怎麼樣 在經濟發展跟環保的過程當中 取得平衡 目前有沒有比較新的做法 謝謝委員指教 我想國家永續發展 其實不是只有環保 它必須包括經濟 包括社會 都要能夠得到均衡的發展 國家才能永續發展 所以不會說因為重視環保 而就去犧牲掉經濟 但是我想在長期來 我們環保的標準或要求 其實並不會說是世界上最嚴格的 最嚴苛的 那麼也許比較大的問題 會是在說我們長期因為 有一些審查的機制等等 那麼可能造成這些投資的 這些開發案的一些所謂不安定的這種感覺 所以現在當然我們 比較重要的兩個方向 一個當然就是我們對污染的改善 那我們會更全面來做 像說空氣污染 那我們並不會說 只針對產業產生的污染 我們對其他來源的污染 我們現在也會全力來推 對 你剛剛講到重點了 在審查過程當中 往往我們看到很多的情況是 某一兩位審查委員 堅持的情況之下可以偏頂 可以讓一個非常 對台灣地區經濟成長 非常好的投資案 可以把它偏頂下來 可以否決它 這方面審查 非常謝謝你剛剛提到 非常重要的關鍵 那是不是這部分 有沒有要去檢討它 有沒有辦法去改善它 是 這一部分也是我們 積極要去改善的一個重點 就是我們希望 就現在的相關 尤其大家最關心的 所謂環評的機制 那麼怎麼樣子 讓它審查的過程 能夠更透明 而且更確定性更高一點 讓它的這個機制能夠更完整 那麼這樣就不會說 是因為重環保犧牲經濟 或是為了經濟的犧牲環保 對 那這什麼時候 會把這個新的方案拿出來 這個我們在 在我們署裡面有一個 大概初步的規劃 我們會有短中長程 不同的做法 那麼當然在比較進程的 我們會優先來改善 怎麼樣讓審查效率 那短期間的 短期間什麼時候可以提出來 我們應該 預計是在幾個月裡面 我們就 能夠把 先解決審查效率的問題 對 以往有時候有的案子 它可能要審查很久 那麼會 那你以後的審查效率 一個案件 對轉可以多少 可以完成 這個我一下沒有辦法 跟委員報告 但是我們希望 未來的機制就是 對於一個審查案 那麼提出來的意見 要很明確 那當然我們也希望 開發單位它的回答 要很明確 對 我希望它更明確 更有效率 對 那半年內有沒有短期措施能不能出來 會 我們會有改善的措施 好 我們希望環保署盡快把短期措施能夠拿出來 另外就是審計部的檢討報告裡面的 會使用有的流向的調查跟申報 已經完成四年的建制 那去年也陸陸續續 也把住宿跟餐飲把它納進去 那癱瘓業的部分 這個部分什麼時候可以納進去 目前為什麼到現在沒有納進去 面臨了哪些困難 這個部分我想 我請我們吳處長來先 好 謝謝 處長 跟委員報告 我想申報有兩個機制 剛才那個委員提到是產延 對 比較大產延 比如說那個2500萬 沒錯 250萬這些餐飲業 就是產延 另外一個 像委員提到比較小那些 癱瘓 對 就去收的人 就清除業要用營運記錄來申報 對 剛才講那個大產延 要用網路來申報 對 假如說這個小的這些產延的話 要透過這個清除業 它要做每個月的營運申報 所以把它統合起來 我們去年那個加起來 那癱瘓業什麼時候可以絕大部分 因為全部要做也不可能 大部分能夠放進去 什麼時候可以完成 跟委員報告 因為一個 像一般 假如說夜市那些 對 它會用十幾公升的油 對 所以每次這個申報 它本身來講 也對它造成困擾 對 所以我們就透過去 給它收的人 就清除了 OK 它有那進去 有申報嗎 對 目前來講 報告就是說 我們這個制度弄了之後 我們現在平均7年的話 1年的話 也申報大概6萬9千噸 快7萬公噸了 OK 好 謝謝 另外跟副處長請教 就是在審計部的報告裡面的表11 就是地下污水下水道的普及率的統計 因為污水的地下道其實很多的政治人物其實這些措施往往沒有辦法有立即重大的展現它施政的成效 所以很多的地方政府或者一般的政治人物往往不重視污水下水道的建制跟整治 那在這報告裡面提到了現在最高的是台北市是74% 再來是新北市41% 台南市15% 那跟你討教為什麼為什麼這裡邊相對比較低的是桃園為什麼桃園只有3.79% 為什麼這麼低 你們可以說明一下 好跟委員報告 第一個就是公共污水下水道這個主政機關是內政部 營建署在執行的 那麼這個部分主要就是說因為在精審之前 那麼有關公共污水道是省府的部分是由省府在執行 那麼縣政府並沒有去做這一部分 那麼只有台北市因為它是院俠市跟高雄 所以他們原來自己就可以做這一個部分 那麼是精審之後才把這個工作下放到縣裡面去 所以才會造成一般的縣它的進度都會比較慢 都會比較慢 那所以像前面幾個都是成立院俠市之後 其實它的進度才會快起來 就是它的經費讓人力充足的時候 才可以比較快來推動 是 那另外彰化線為什麼特別低 彰化線幾乎是最低的只有0.62% 是不是因為經費的關係 所以如同副署長提到主政機關是內政部 那環包只是配合機關是不是 我想在這個部分因為河川的污染 我們是主要負責的單位 所以我們很關切這一部分 所以下水道是由內政部在做 那麼對於下水道短期內到不了的 那我們現在我們的水保處也推說限定處理 就是幫它說在末端進入河川之前 能夠做一些改善 做一些簡易的處理設施 那麼來改善河川的污染 所以是分頭去做 OK 那為什麼彰化是特別低 只有0.62% 這個部分可能我要查一下 我不是很確定他的意思 那查一下再跟委員報告 好 謝謝 謝謝委員 接下來請黃胡昌委員質詢 黃胡昌委員也是財政委員會的委員 謝謝主席 謝謝主席 是不是可以麻煩有請副署長 好 委員長 副署長你早 我大概上個禮拜有在衛環委員會 請教過李署長一些問題 除了還是針對台灣空氣污染嚴重的問題 那我相信沒有人會反對經濟發展 問題是發展的是什麼樣的產業 造成的是什麼後果 那最後是由誰買單 那這些責任可能都要把它理得非常的清楚 台塑長期污染台灣的環境 副署長你知不知道 過去幾年來 我們總共財罰了台塑多少錢 這樣問你有點強人所難 我直接告訴你 2008到2016 過去的8年 你們 你們或者是地方環保單位處分的件數 1414件 總金額 2億4千287萬 你知道算出來平均是一件多少錢 17.1萬 那這一種財罰的件數跟這一種財罰的金額 副署長從這個數字你可以得到什麼結論 我想這個有點難回答 因為 沒關係啦你難回答 我先跟你講我自己的看法 那或許你可以給我一點feedback 第一個是他根本不怕你 一而再再而三 要不然怎麼會有1414件 8年1414件 那顯然就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做嘛 那他為什麼不怕你 那你看數字算出來的平均件數也看得出來 財罰的金額17.1萬 他怎麼會怕你 那對於他來講 他要真的努力去改善 他所有違規的事項 改善對於空氣汙染 對於水的汙染 對於各方面的汙染 所造成的成本 比財罰的金額還要低 那他為什麼要去改善 他繼續違反就好啦 這個是我的解釋啦 看副署長你有什麼高見 謝謝 謝謝委員指教 我想我剛剛所謂難回答就是說 因為這個財罰可能第一個要看 可能跟稽查的頻率會有關係 那我們比較為難就是說 到底應該是越罰越多件好 還是越罰越少件好 理論上我們處罰不是目的 所以是希望越罰越少件好 因為他都能改善嘛 所以這個是 所以你看他越罰越多件 他有改善嗎 所以所以委員講說 這個每一件財罰的金額偏低 我想這可能我們要回去查一下 因為我一下我不確定 那一千多件 他違反的可能法規不同 他的法條不同 那當然對於如果說 他重複違反 或者說嚴重違反 有像委員剛剛所提的說 那你罰款比我的利得還要輕 所以他當不怕 那現在其實我們已經利用 這個相關法令的所謂不法利得 我們會去追他的不法利得 來我們來看看齁 現行的空氣污染防治法 針對有關於 深煤跟石油膠 那 許可的規定在28條 罰則在58條 那許可的規定的是這個部分 我們等一下再進一步討論啦 這個是我上禮拜跟署長 質詢署長請教他的問題的重點 我們先來看罰則 他違反了前面的許可規定 罰5千到10萬 如果是工商廠廠 也是10萬以上 100萬以下 副署長你覺得這個罰則 如何 我想這個是要看對象啦 如果是台所呢 那當然對他是不構成 對嘛 所以這樣子的罰則 交給你們來罰 你在努力 你最多只能罰多少 罰100萬嘛 那這不能怪你們 這個是立法機關 當初在立法的時候 沒有考慮清楚 所以定了這麼輕的罰則 那對台售這種大廠來講的話 他根本不痛不癢啊 那他去繳這個罰款 比他去做其他的事情 輕微多了 現在接下來的重點啊是 我上次討教署長的問題啊 是 按照目前空氣污染防治法的規定 中央政府有沒有權限去宣告 地方政府所頒布的自治條例 去禁燒 深煤跟石油膠 的這個條例是無效的 這個是上一任的馬政府幹的事情 結果上個禮拜署長他給我的回答是說 他自己的法規解釋啊 是可能沒有辦法全面禁止 那雖然你們另外一位副署長 詹副署長 跟他抱持不一樣的法律見解 但是行政倫理的關係 我們還是尊重署長 這個我都了解 這個我也不會為難你 那我進一步的就請教署長了說 原來是我們現在的法令有問題 只能夠限制不能夠禁止 署長上個禮拜給我的答案是說 那如果要允許禁止的話 就要推動修法 我上禮拜就跟署長講 我不會讓法規的解釋爭議 成為拖延的藉口 成為卸責的藉口 所以我們已經正式提案了 空氣污染防治法 中央主管機關 就深煤石油膠或其他抑制 空氣污染物質的販賣或使用 可以公告禁止 那你要去制定許可辦法也可以 同時我母法也授權 地方政府可以透過自治條例 因地置於因為環境治理的需要 來禁止深煤跟石油膠 對於本席所推動的這項修法 環保署的立場怎麼樣 跟委員報告 因為您有正式提案 所以我想應該在審查法案的時候 會有充分的討論 那麼在這裡個人認為就是 對於是不是禁止 也許我們必須要比較充分的討論 因為法裡面它對某些事項是有禁止 有的是用許可 有的是用標準來管制 沒有啊 我現在給你很明確的 就是深煤跟石油膠嘛 上次你給我們的理由 署長跟我講得很無奈喔 並不是他故意的 你們立法院的法律就長成這個樣子 你要我怎麼辦 我當場就跟署長承諾 我馬上推動修法 這個禮拜五 這個禮拜五 雲林彰化全國的環保團體都要來立法院 來監督這條法律的修正 來環保署的立場是什麼 你不要到今天跟我講說 我已經推動修法了 結果環保署說 沒有啊 我們覺得 那個深煤石油膠 絕對不能全禁 地方政府也不能禁 結果環保署的立場 是跟經濟部一樣的 我想 在基本上 就署裡面 對於委員推動修法 我們一向都給予尊重了 那我剛剛提的只是說 就管理的效果 是用禁止還是用標準或是許可來管理 對我們比較有效 這是我想在審查這個法 委員這個提案的時候 應該可以有比較充分的時間來討論 沒有關係啊 副組長我知道你是副組長 有些話你怕你先講了 回去沒辦法對署長交代 但是我已經 上禮拜我已經很明確的跟署長講了 那你也可以把我今天質詢的內容 回去帶給理署長 知道 我上禮拜 給他的期許是說我對他有很高的期待 叫他要硬起來 如果說我推動修法 且我環保署的立場還是反對 那我話就會講得比較重 那我就對你們非常失望 那你就大啦啦的講嘛 我環保署 就是贊成 用森梅石油膠 法規要禁止我環保署 絕對反對 那你也不要跟我扯一堆 說什麼現行法令你們沒有辦法禁止 講得很無奈 我說齁 不要讓法規的解釋爭議成為借口 道理就在這裡 好 第二個問題齁 彰化牛才子工業區 他的佔地75公頃 台化佔了68公頃 他是不是屬於特殊性的工業區 那個在我們業務單位的認定 他是 不過現在當然台化他在書院 我現在講 沒有啦 當然我知道他在書院 但是我只要環保署的立場 環保署的立場 他是不是特殊性的工業區 我們依法認定是 好 特殊性工業區緩衝地帶 及空氣品質監測設置設置標準 什麼時候制定的 最新是103年修訂的 好那為什麼到現在 到現在才去認定它是特殊性的工業區 這是環保署的責任 還是彰化縣環保局的責任 這個是在整個程序是由地方提報 所以也許他在提報的這個過程裡面 沒有因為他標準齁 這麼的明確 基地面積只要超過總基地面積的四分之一 就是特殊性的工業區了 這個數字如此之懸殊 我這幾天我一直在想一件事情 這件事情就是說 到底是什麼樣的因素 讓一個這麼明確的案子 拖了這麼久 在所有的環保團體出來抗議 彰化的居民出來抗議的情況下 拖了這麼久 才把它宣告是特殊性的工業區 副組長你覺得是什麼因素 如果行政作業要拖這麼久的話 我們大家都很擔心啊 我想這個在就我初步的了解 是一開始彰化並沒有把它提報上來 所以是彰化的責任嗎 就我初步了解是這樣 好 現在樹苑到你們環保署去了 前兩天 有很多彰化地區的小朋友 媽媽帶上來的 到立法院裡面來陳情 有很多跨黨派的委員 跟他們一起開了這場記者會 我希望環保署 能夠站穩自己的立場 能夠站穩自己的立場 這麼清楚的法規適用的問題 不要放水 不要放水 大家都在看 前面已經拖太久了 久到讓人家有點看不太下去了 那最後一個事情 因為時間到了 我還是在提醒一下副組長 把今天我跟您講的內容 麻煩您回去跟李組長講 我希望他站出來 公開表態支持 空氣污染防治法第28條的修法 讓中央主管機關 讓地方政府都可以去 禁用深煤石油膠 那你如果中央主管機關 考慮特別多 你自己不敢公告禁止 那沒關係嘛 你最起碼讓地方政府有這個權限 他自己可以按照地方自治條例 來去公告禁止 要不然我都不知道 要怎麼樣跟雲林的相親 跟彰化的相親 跟台中的相親 他們有管制需求的時候 那這個時候該怎麼辦 再拜託一下副組長 謝謝 接下來請吳秉瑞委員質詢 请君來請 麻煩請 江豐副組長 早 委員長 早 副次長 你知道 雖然是行政區 是桃園市龜山區 但是人家都叫他 林口 A7 集合住宅 立古閣寶的那個所在 我相信你很了解 現在蓋了集合住宅 四區四千多戶 即將取得 使用執照 使用執照進去之後就 會有人進住了 住進去了 住進去就會產生家庭 廢水 家庭污水 可是那個 污水沒有處理廠 一個新的區段徵收區 蓋了集合住宅 沒有這種處理 就直接要排入 十八分坑溪跟 雅口坑溪 其實他們那兩條溪 就是塔流坑溪的上游 最後就經過新莊 流到大汗溪 最後就進到整個淡水河 所以今天看到就是說 這個台北市啊 新北市在淡水河的流域 做了很多污水下水道 那比例是全國第一名第二名 一個76% 一個40幾% 可是 桃園發生這個事情 你們處理的態度到底是怎麼樣 這件事情我已經講了很久了 是我想謝謝委員 委員上次其實就提過這個問題 我也交辦了齁 很抱歉沒有跟委員報告清楚 我先請我面部單位說明一下 是 是吧委員 那事實上上次委員執行過這個案子之後 那行政委員也開了一次會議 那在那個會議裡啊 他就要求我們的 就是在上游的桃園縣政府 他要去蓋跟營運污水處理廠 但是在蓋跟營運污水處理廠之前 現在A區的集合處宅 它是依據我們水護法是 建築物污水處理設施 它有建築物污水處理設施的話 就符合法令可以排放 但是它的排放 我們要加強的監督 我們環保單位會去監督它的排放符合 我跟你說 我在新北市政府參加他們副市長 陳生賢召開的專案會議的時候 新北市的環保局 就提出檢測 他說那個檢測 那個大腸桿菌的污染量 大概是原來一般水的200倍 家庭廢水 家庭污水就是有排泄物有什麼東西 你在集合住宅的大樓裡面 你當然有檢疫的化分池 檢疫的這些污水處理設備 這是有 那問題是檢疫的處理完了之後 你就排到 塔僚坑溪是一個自然的溪流 你這個進來之後就污染 如果這個理論可以通的話 不用蓋污水下水道 要接什麼污水下水道呢 大家都排放到溪流就好啦 現在集合住宅本來依照法令 他也要污水處理設備啊 但是那是檢疫的啊 是不是這樣說 副市長你說是不是本來 現在的集合住宅都是有嗎 對那如果邏輯這樣可以通的話 這樣可以當作答案的話 那我們不要污水下水道啦 以後污水下水道預算不要排嘛 你知道淡水河過去選舉的時候 郝龍斌跟朱立倫宣稱曼哈頓計畫 關曼哈頓計畫要花兩千億耶 為了整治淡水河的水污染 他準備整個是兩千億的答案 當然那選舉的時候講一講 現在不知道在哪裡啦 可是你知道這個整個大台北地區的 這個污染問題喔 什麼時候淡水河才能清 你這個東西要做 我是還是我原來的說法 第一現在桃園市政府要求那一塊地 要撥給桃園市政府 這個是內政部營建署的地 那應該要撥給他 第二個新建物水處理廠的這個費用 要營建署補助或是中央補助 或是你們環保署補助 不論如何是中央政府補助 中央政府答應要補助 但是設計施工發包 補助要去他才要設計施工發包 新建完畢 就以我新莊市的選區而言 我要的是一個騎乘 要跟我講什麼時候才能完成 你是兩年半的三年的三年半的 我現在就夠衰 我的選區就已經被你污染了 不得已但是你跟我講 我什麼時候能夠得到解決 我要的是這個 前面的 也不是說現在鄭市長 因為那原來的案子是以前的吳市長 把人家搞掉的吧 在去端徵收的時候本來要蓋污水處理廠 他就自己發明說就弄到龜山的什麼 水資源處理中心去就可以了 結果現在人家鄭市長上任之後一檢討 水資源污染中心根本就 沒有那個容納量啊 也沒有辦法千兩三公里到那個地方去啊 然後現在又回過頭來又要做這個污水處理站 那時間呢 中央出錢很感恩啊 中央願意給地也很感恩啊 桃園市政府甚至願意來施作我們也很感恩啊 但就我們新莊市民來講 我們已經被污染了啊 那你到底什麼時候能夠解決我們的污染呢 這是我今天要想要跟你們提醒的 有一直跟我溝通說有有有在進行 進行在哪裡 騎乘在哪裡 這個是我們區域選區對我們選民的責任 這一個流域有我的選區裡面 加上蘇小會委員的選區 20萬的居民耶 那以林為貨嘛 你山上A7區段徵收不是這樣搞的啦 照你來講區段徵收全部完成之後 才能夠配地 才能開始申請建造 為了配合馬總統 選2012年的總統 弄了一個合宜住宅 沒有完成區段徵收就 波地就請建造就在蓋 周邊的全部都沒有完成 這是這個因素造成我們的結果嘛 但是你們環保署脫離不了責任啦 當初新興的時候你們環保署不能參加會議 沒有辦法有意見嗎 你整個環保設施沒有完成 你怎麼可以讓他這樣蓋呢 對不對 所以我現在要的是一個實程的問題啦 能不能追一下 謝謝委員指教 我想在雖然說工程責任 不在我們啦 但是我想就污染的責任 我們應該去努力去接種這事 所以我想我們下去 我們會積極再跟他們做協調吧 最少要把這個委員期待的這個 後續做法騎乘要弄出來 好這是騎乘 我們這個環保署也可以下去幫忙監測 這個沒有問題 如果需要我們去做的話 按加強 但是你是罰誰咧 到時候處罰濟增如果有違規處罰是罰誰 如果他建築污水處理設施 他排放超過我們還是可以找管理單位負責 對 所以這很可憐就是住進去的這些管委會要常常被你們罰錢 那罰到後來如果我們新莊的人認為嚴重 我們來去包圍他們 要弄到這樣嗎 政府的角色不見了 然後讓民間的力量自己在那邊互相衝突 這我們盡快找他們來協調 好啊 拜託你 第二個事情是這樣子 問一個比較技術性的問題 現在焚燒稻草你們都有在取締啦 這個我知道 但是現在有種農法叫做生物碳 露天焚燒稻草跟悶燒不一樣 悶燒是要讓那個 這個碳化 那碳化之後可以大規模的改良土質嘛 那地方政府跟環保署用什麼樣的標準來看看 這個到底是露天燃燒呢 還是在製作生物碳的過程 這兩個目標不同 做法稍有差異 但是外觀看起來很接近啊 我想是 我想跟委員報告就說 不管它是什麼方式 最少它不污染空氣 如果說不管它是用門燒的 用露天燃燒的 它還是煙滿天飛 那它還是被禁止的 所以當然如果說 能夠走到生物碳 可以把這些東西回收再利用 那當然我們絕對是贊成的 這個生物碳不是只有本身那個東西的回收再利用 生物碳的製作過程中 也可以減空氣中的碳 二氧化碳 因為它那個做法的那個流程是不同的 所以這個雖然相當技術性 我是覺得環保署對於先進的東西 因為這個生物碳的農法 是這兩三年來開始大量流行 台灣的農民才剛開始在學 那其他國家是早幾年 那要進一步了解 因為很多的事物 你沒有進一步了解的時候 你不知道它物體的本質 而這個露天燃燒產生的煙霧 剛好跟這生物碳的製作過程中 產生的煙霧的量是不一樣的 那這個東西只要是這樣子 我們環保署通常容易一個觀念就是 你如果在燃燒過程中只要有水 它那個水蒸氣會有煙 那個煙有的時候是水蒸氣的懸浮力 到底是不是真正的汙染 還是看那個外觀 這個中間有差別啦 所以我希望你們對這個新時代的 這個農法你要進一步的了解 而不是光看你跟外貓說 你這個在冒煙我就給你開法 我是覺得應該要詳細 再進入細節去了解 然後去了解新的時代新的科技方式 到底它產生的是什麼樣的意義 好不好 我想我知道這一部分農委會很積極要來推 那也曾經找我們說大家共同配合 包括這一次風災也請我們盡量把這些漂流木留下來 那未來可以再利用 所以我們會跟他們進一步把這東西 好 因為這個如果你研究清楚 如果可以做土質改良的話 對國家也是好事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 下位請盧秀燕 盧委員 主席 我請環保署三位同仁今天上臺 副署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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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副署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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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好 副署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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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請教一下 副署長 你會在廁所吃飯嗎 你會拿你的便當去廁所吃嗎 應該不會 一般是不會 兩位所長呢 我們不會拿我們的便當去廁所吃飯 我們不會在廁所進餐 但是台灣現在的寶寶們 很多都是在廁所吃飯 為什麼呢 最近有一位女性投訴 她叫陳鮮梅 她生了一個寶寶 那你知道像我們女性 這個寶寶帶出去的話 她常常要餵奶 那在哪裡餵呢 99%以上都在廁所餵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現在很多的哺乳室 設在廁所裡面 設在廁所裡面 那有的甚至沒有哺乳室 那假如說你沒有哺乳室怎麼辦呢 就叫你廁所去廁所餵 所以我們現在絕大多數的寶寶 都是在廁所裡面吃飯 寶寶不說 寶寶不會說 但是寶寶吃飯很痛苦 寶寶在廁所吃飯 那這就是我們現在全國寶寶 喝奶的一個處境 當然 餵奶這件事情 是衛福部在管 可是廁所是你們在管啊 你去看看 現在全國的大賣場 百貨公司 幾乎所有的哺乳室都設在哪裡 就設在廁所裡面 就設在廁所裡面 這樣子適當嗎 你們環保署 不只是管環境的問題 還有環保教育 那我們的寶寶在廁所裡面吃飯 你們覺得符合環保教育嗎 你覺得適當嗎 副署長 謝謝委員指教 我想這個可能 我們一直沒有納在我們 去要求的項目裡面 因為有關哺乳的部分 好像一直不是環保書館 不過委員提醒這個部分 倒是我們可以未來 如果說全國公務人員 都在廁所裡面 拿便當到廁所去吃飯 你們會滿意嗎 你們會認為說 廁所不應該這樣使用嗎 那當然 所以這個也是你們應該管 所以未來 如果今天大賣場 各公共場合 把他的哺乳室 放在這個廁所裡面 你們覺得適當嗎 站在環保的立場 是 所以委員提醒 我們在未來福島 他們設置廁所的時候 我們會給他們適當的一些 一些提醒跟宣導 是 兩位女性的首長 我想你們應該 會有一些感同身受 因為我們女性 在使用廁所的時候 的確有很多不方便 那除了我們自己不方便 寶寶更不方便 寶寶也不方便 那寶寶是不會講 因為寶寶不會講話 那寶寶不說 不表示寶寶滿意 寶寶覺得說 她在廁所吃飯很痛苦 所以我想請問兩位女性首長 你們有什麼樣的建議 報告委員 因為我們兩個所 跟環保署不在一起 我們有自己的辦公場所 那根委員報告是 我們的辦公場所裡面 寶寶的俘虜室是 另外設的一個地方 是 那你知道大部分 百貨公司或賣場 是把這個 補乳室放廁所 你知道嗎 妳就剛剛逛過百貨公司嗎 像我們女性逛貨公司 我們就看到很多的 女性同胞 在那個地方給寶寶餵奶 對不對 這個我們沒有特別的去 每一個場所都去看 是 那這個陳所長呢 妳有什麼看法 我看妳在秀 謝謝委員 我想這個業務 並不是我的權責 可是如果就我個人 我非常敢配委員 妳拋出了一個新議題 這個應該是全責單位 可以共同來思考 是 所以我希望妳們會同衛福部 那副署長 妳們應該會同衛福部 廁所不是這樣子用的 廁所就是廁所 哺乳室就是哺乳室 廁所不是哺乳室 所以呢 妳看看 擠奶等於馬桶廁所 這就是那天的新聞標題 我只是把它當錄下來而已 這就是全國的 哺乳的媽媽們 所面臨到的問題 全國喝奶的寶寶們 所面臨到的問題 他們都是在我們台灣的廁所 被餵養長大的 所以這個標題是 集奶等於馬桶廁所 這不是我寫的 這個是那天那個新聞的報導 那點出這樣的處境 所以呢 我希望妳們環保署 短期之內儘快地 跟衛福部聯手 衛福部管管這個哺乳 妳們管廁所 廁所不是這樣子使用 廁所不是餐廳 廁所也不是吃飯的地方 所以妳們兩個單位應該 那大概多久之內 可以提出妳們的對策 我想我們會盡快跟衛福部來商量 當然其實還包括內政部 因為它對於建築的規範 包括廁所怎麼蓋 他們有相關的規範 我們會找他們一起來談 怎麼樣把這個事情 能夠做一個比較有效的改善 新的不要讓它再發生 那舊的應該怎麼去讓它能夠談 我會提出修法 我會提出修法 那希望妳們速度不要落在我之後 好 那個主主機長 我看妳在笑 請妳上台 主機長 我們六月份出口連時漆黑 創始上最長的衰退 所以大家就很關心 這個月因為妳們的同仁出來講 妳說希望這個狀況呢 能夠到這個七月份 能夠告一個段落 那希望那是一個最低的谷底 那是不是已經到了谷底 目前看起來的數字 怎麼樣 我們的經濟成長率各方面的情形 或者出口的狀況 會從谷底翻生嗎 跟委員報告 那個所謂連時漆黑 是用那個美元計算 如果是以新台幣計算的話 它是正的成長 六月份 而且如果扣掉物價因素的話 它實質的量是正的成長 物價才最重要啊 你不能扣掉物價因素 我們光吃個水果 每個民眾 我看那個數字統計 最近水果涨三層 每個民眾 一個家庭的水果支出多 470多塊 將近500塊啊 你怎麼可以扣掉物價呢 物價才是最重要核心的 核心的這個物價 食物才是最重要的核心物價 那我想請問一下 你認為 就是它不是一個最差的一個狀況 不過呢 現在有英國脫歐 南海爭端 種族主義 保護主義興起 所以 我們現在中研願估 我們的經濟成長率0.25 我看還是客氣了 今年有沒有可能 我們經濟成長率是負的 那 就目前第二季 第二季來看的話 我們的經濟成長 還是按照 可以達到我們原來的預估 正的0.48 那 下一次的經濟預測 是在八月底 是 那 我的意思說 你有沒有信心 我們今年全年度的經濟成長率 不要破鴨蛋 破0 變成負的 你有信心嗎 這句話很重要 你有信心嗎 如果是 是說 是經濟成長是0 而我認為是 破燃力比較低 要努力 新的這個 謝謝 要努力 要不然我們的院長 是財經出身的 結果把經濟成長率 搞成0 負的 那真的是 非換院長不可 另外 今天是我們委員會 財委會 委員會 最後一次會議 本會期最後一次會議 接下來就開議了 開議了 你們就要把預算書送進來 郭台銘最近在講啊 政府都亂花錢 他說啊 他也提到 趙耀東已經講啊 貪污可怕 錯誤的政策 比貪污更可怕 所以政府都亂花錢 他認為政府 根本不用加稅 政府如果好好用錢 也不要調高預算 你們在104年的預算 是變了一兆 9346億 105年度現在執行 是變了一兆 9981億 我想請問 我們下次見面的時候 委員會開會的時候 是在9月 你們把預算書送進來的時候 你是中華民國的主計長 我想請問 下年106年變進來的 我們的總預算會破兩兆嗎 因為我們現在 今年已經是1兆9981億 差18億就破兩兆耶 那你們會破兩兆嗎 目前我們還在籌編中 這個數字還沒有出來 不過的話 有不少的水者主張 我們應該財政政策 不要太緊縮 不要太緊縮 那你的意思說 要透過預算的增加 增加建設 然後來創造經濟成長 所以你是在 如果回答我可能破兩兆 我中華民國預算 總預算會破兩兆 報告委員 我剛才說是 有學者這麼建議 目前 你認同嗎 你也是學者啊 你是有名的財政學者啊 統計學者啊 那你這個學者是你自己嗎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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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紙上有很多學者都這麼講 包括一些 你特別引用主張要增加預算 創造建設 增加經濟成長率 學者們的 quart他們的意見 我沒有這種主張 表示有可能破兩兆 我們目前是在籌編之中 至於實際金額 會不會超過兩兆 我們大概是八月底 送給大會 所以我現在問你 你現在就已經 現在已經七月啦 你要具實 有誠意的回答委員的問題啊 下次會請才好見面 我還會 在這個地方跟你照顧啊 所以你要有誠意一點啊 我目前沒有實際的數據 所以不能夠在這邊 這邊講出一個數據出來 因為目前還在籌編之中 謝謝委員 我建議你喔 不要破兩兆 真的很難看 因為 如果你預算連年增加 從我當委員的時候 一兆五千億 到現在已經破兩兆 那麼 預算結節的撐高 人民的納稅 付稅越來越重 國家經濟有沒有越好 人民的生活有沒有 越來越改善 我想 跟人民的觀感實在差距太大 我建議你 甚至 甚至為之啊 小心謹慎 不要破兩兆 如果破兩兆的話 我相信人民會非常不滿意 因為人民跟這些學者專家看法一定很不一樣 認為透過不斷的預算增加 付稅增加 然後可以改善生活 可以增加我們的經濟成長率 No 過去十年來是錯的 我們的總預算連年增加 隨便這兩年你看看一兆九千三百四十億 到一兆九千九百九 去年跟今年就增加了五百億 經濟有變好嗎 沒有 經濟成長率連年下降 人民生活越來越少 低薪的狀況越來越嚴重 所以如果你還要變兩兆的話 我相信人民會有很大的意見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 下位請賴斯巴委員 主席各位先進 請一下主席長 主席長你好 我幫你幫忙 這個總預算的編制大家還非常關心 因為牽涉到新政府未來以前怎麼用 怎麼促進經濟發展 照顧社會的弱勢族群團體之類的 所以我請教你大概總預算什麼時候可以編出來 你的時間表大概什麼時候 我們大概在八月三十一曜以前 一定會按照進度送到大院 八月三十以前送進來立法院嘛 是不是 所以你出來大概八月中旬之前 應該就出來了吧 那個最後還要經過行政院院院會通過 這個實際數字才能夠出來 那個院會是過個水而已啦 主要是還是你們這裡在編的嘛 那個大概各個sector 就是各個比如說第一個社福 大概還是第一 對吧 然後再過來什麼這些 我比較關心的是現在 真的經濟情況這麼的嚴峻喔 那個經濟發展之初 現在順位排很後面欸 不會啦 蛤 一直排很後面喔 這幾年都一直排很後面喔 對 也許我們的那個科技啦 跟那個公共建設 會些許的成長 公共建設大概會有多少 能不能加個一千億啊什麼之類的 不會比去年低啊 實際的還在過部會要這個計畫提出來 在審議之中 好那麼前幾天 討論到年金的時候 有一個委員啊叫李萊希 他跟你放炮 嗆你 說你說 軍工叫調薪1% 國庫增加70億 那100%就是7000億 也就是說一兆9000多億裡面 這個人事費用佔了7000億 這個講法你怎麼來 我把問題讓你有機會講 謝謝委員給我機會 我跟委員報告 那個 那個是報紙說某一個單位講 那個單位既不是主席總署 也不是我 所以 他罵我白癡 我在這邊是這樣 我被智障的罵白癡 所以我也不會建議 喔喔你把他嗆回去喔 所以這不是你講的喔 好那你確定一下好不好 你確定一下人事費用佔 我們整個全部總預算比例多少 目前大概整個人事會 中央是4000多億 對嘛大概是兩成啦 可是 兩成多啦 二十幾%吧 我必須說明一下 如果是整個那個 預算如果調1%的時候 那個 就就是說薪資成長1%的時候 因為我們中央還要對地方政府的那個增加的要個補助 所以說不是4000億的1%會比那個金額高 但是不會高到70億吧不會吧 那個很難很難說啦 這樣子講 你調高1%負擔了多少 跟我們講一下吧 這下已經讓你來講了 目前沒有估算啦 以我個人的觀點啦 大概五十多億是跑不了 五十億啦齁 因為還有勞健保會 還有勞健保會之類的 不是啦 勞健保是換勞健保 不能把這個算進來 不能算 這個 這個你裡面講的是 國庫增加 哇這裡面就很多文字遊戲了 你把勞健保那算進來就包山包海 就包不完了啦 那個是人 那個是人事會的一項 勞健保在人事會的一項 不過我沒有做任何估計 因為那個估計是人事總處要估計的 所以他罵應該罵總處人事長 不應該罵你 我也沒有講過那句話 所以他罵我 他罵錯了啦齁 他應該罵人事長啦 不要罵你啦 我碰到製造的人 我不會去回應啦 因為製造已經很可憐了 這個我不是他 沒辦法替他來幫你 反正你把它弄清楚齁 所以1%大概五十億左右啦 就這個意思啦齁 好請回 我們請一下那個環保署的副署長 我記得在上一個會期的時候 在之前過去的八年 我不斷地問你一個題目嗎 環保署的署長在這裡 在這裡 不是在這個這個room齁齁齁齁也г 在衛環在哪裡 他經常跟我回答的一個就是說 CF减量法通過之後 我們的探權交易制度可以建立 因為碳捲的買賣對減碳來講是很重要的 減碳來講大概就透過兩個兩大approach 一個是碳稅或者人員稅 一個就是碳交易 那現在過了 我們虛弱度減量法也過了 說在2025年我們的排放是2005年的50% 所以整個來講的話 你要不要來告訴我們這個整個建立怎麼樣 我們過了大概去年六月就過了快一年的時間了 我們沒有看到任何的動靜 環保署沒有任何的動靜說 說我這個過了 我的交易制度建立起來 交易平台建立起來 然後大家想到說像西加古 這個連中國大陸也有這個平台 西加古類似一個future 期貨市場一樣 這個碳交易的市場就出來了 這個你要不要講一下 就整個timetable 因為我看了一下 你們你們這裡有一條沒一條的 就碳權的交易平台 或者碳權的交易的機制 或者是說碳權交易有沒有可能變成 類似以後的碳權買賣的 或者期貨交易也好啦 或者是什麼這個交易的市場 把它變一個市場出來 你要不要講一下 timetable 各位委員報告 因為這個部分不是我督導啦 不過就我知道 因為在 政務市場他什麼都管啦 應該在溫室器減量級管理法裡面 它有關碳權交易是設計在總量管制底下 是喔 所以現在我們積極在做就是怎麼樣把那個量定出來 然後把總量管制這個分配 然後可以實施總量管制 接下來才會有碳交易 你這個回答非常不進入狀況 這個東西 我問你的是 你們進行到哪裡 因為這個法已經過了一年啦 去年6月就過已經過一年了 根照你們的講法 原來講法是說 這個法過以後 一年到兩年之間 細則會出來 你們平台會建立起來 市場會建立起來 我們大家是看到這個 因為這個會牽涉到什麼 牽涉到我們真的要排碳啦 減碳的話 那這個東西 就會有一個脆的問題 就是境外交易啦 我們自己 有人產生碳嘛 那我們有人去買 我排的比較多 我去買他的這個東西 還價格的問題怎麼訂等等的 這些你都不知道 你們哪位同仁比較知道 要不要來幫忙一下好不好 來幫忙回答一下 進度到哪裡 這邊跟那個委員做個報告 目前探權的部分 交易的部分 我們是依溫管法的部分 要建立這個 總量管制跟交易的制度之後 才能夠實行 那依法的部分 建立一年多了 還沒建立起來 因為他有八項的工作要推動 包括盤查 登錄 然後交易 抵換的相關 還有配售相關的一些制度要建立 你們現在有沒有在建構一個 境外的探權的交易 就是我們現在到底是 supply帶頂面 還是頂面帶頂 supply 我們現在 台灣現況 還是你也不知道 這個部分 因為要等到那個 總量管制下去之後才會知道 什麼時候可以知道 總量管制什麼時候可以知道 總量管制現在還要有相關的一些規定 你要建立完之後才能夠去做一個設計 市長也不知道 你也不知道 對不對 我不知道你們知道什麼 這個這麼重要的事情 大家一直在期待這個市場建立起來 然後 然後什麼 然後就看這個CO2減量法 因為過了一年多了 動都沒動 很奇怪啊 這個東西很奇怪 是不是很奇怪 來 車長我告訴你一個東西 歐盟或者美國 跟我們trade有興趣 可是大家都了解 這個探權的交易啊 你可以透過種樹 就裡面就可以supply 我提供 然後呢大家來trade 這裡面就跟區域很有關係 歐盟跟美國離台灣太遠了 離台灣近了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最有可能跟我們連在一起 就是在這個 因為當初我質詢過小毛署長 就是叫什麼名字 沈世宏 沈世宏 小名叫小毛 是不是 他講得很清楚啊 我印象中 我質詢他的時候講得非常清楚 那就是 要探權交易成功一定要做區域整合 台灣自己local是不夠的 那當然最能夠整合的就是中國大陸 那這一部分啦 可是政治上最難 你這部分要不要回應一下 跟委員報告 其實委員講到的就是重點 其實如果要推境外的探權交易 其實我們面對的就是政治的問題 那個如果沒有辦法克服 其實這一部分我們會難做 就白搭啦 所以你也同意說 所以我們會比較傾向 我們國內應該自己先推起來 自己推的不夠 我跟你說 supply不夠嘛 沒有錯 地太小 那個樹種的不夠嘛 不夠大嘛 好 最後一個我請問你 有關於這個PM2.5的大家都有個迷思 說用二行程的機油可以降低PM2.5 而且台北市環保署也去年底宣布了 三年內制定以後 12有相近12萬輛的二行程的機車 從2019年開始不得在台北市道路行駛 你要不要對這個講一點話 修圖度二行程機車的問題 講一下 因為就二行程對PM2.5的影響 當然這個是大家都認定的 他其實他有很大的貢獻 所以怎麼樣減少那個二行程機車的使用 是我們很重要的一個政策 也是策略 就是在改善PM2.5裡面 所以當然說是使用空氣禁區 然後來禁止它行駛 還是說鼓勵它汰換 或是用家園管制 或是像我們審計部所建議的說 我們應該要加強路檢 然後讓它能夠加速的汰換 這些都是我們在考慮的策略裡面 這台北市說從2019年開始就禁止 你們環保署有沒有政策 推到全國大概什麼時候 我想我們會採用並行啦 就是鼓勵它汰換補貼它 然後跟禁止會合在一起做一個配合的想法 大概時間表什麼時候 台北市2019 你們呢 2022 我們現在會 我們現在會就是 署長我們提出來一個計畫 我們希望四年裡面 把空氣品質惡化的這個數字降低 所以在這個底下 我們會讓地方去因地制宜 提出它比較好的改善策略來做 所以倒不一定說全國就是全部把這個二行程全部禁掉 其實它也牽涉到民眾的這個財產的問題 所以這整個策略的應用我們會比較彈性的 所以你們並不打算要全國非台北市地區通通跟進 沒有這樣的計畫 沒有 沒有這個計畫 謝謝 謝謝 謝謝委員 主機長你今天發飆可能要上新聞了 跟聯金委員對嗆沒關係喔 來接下來我們請洪子庸委員質詢 主席我們請張副署長 好委員好 副署長好喔 來我們今天看這個環保署的這個決算喔 來那個我們李署長喔 他上任的第一天他就有講喔 過去我們是消極的在做環境保護 那未來我們要往積極的這個環境資源喔 來發展 好那其實喔之前喔 這個我們一直在討論這個廢棄物的問題喔 那廢棄物其實也是一種資源喔 那之前一直在討論的就是這個 事業廢棄物的一個 非法清道的一個問題喔 那當然在這個事業廢棄物上面其實要解決 當然大家都知道有兩個方法喔 第一個就從源頭去做減量 那另外一個就是做好這個回收再利用喔 就這兩個方法而已 好 那我們每一年呢 其實編了不少的預算 在推動這個減量跟回收再利用喔 但是呢 依照這個數字來看喔 這個所申報的這個廢棄物喔 它其實的這個產量還是逐年在增加喔 我們這邊看到的一個數字是 2013年是1867萬公噸 2014年是1884 2015年是1913萬公噸 所以它其實每年還是持續在增加喔 那這個政策效果不佳的原因到底在哪裡 像跟委員報告就是有關減量 當然是一個比較很重要的一個措施 不過因為減量牽涉到工業的 產業的製程的改善等等 所以這個部分倒是我們 能夠施力的部分會比較稍微弱一點 好啊所以現在 欸沒有啦 欸吳處長你有沒有要說一下嗎 為什麼啊 為什麼我們這個減量沒有做到啊 反而還一直增加 那個跟委員報告喔 當然一個是一般會是一個事業會區 那事業會區當然因為方面是申報啦 因為有些我們有時候 也一直在扣充那個申報的對象嘛 像以前譬如說像會使用以後 有時候沒有申報 現在要求要申報嘛 這個有時候因為申報 或是有時候工廠會增加 就是產出量啦 但我想我們還是把這個產出量 能夠盡量把它 剛才委員提到的把它再利用 我希望把它資源化 這個還是 你講起來你是正面在看待這件事情喔 因為大家有乖乖來申報 所以這個量是增加的 就是我們有時候就跟委員報 剛才那個洪稱委提到嘛 就是說 本來我們是五千萬才要報的 現在把它下降變兩千五百萬要報 所以這個量當然就會 類似這樣一個 我希望你們這個 到底是政策的執行狀況不好 所以它一直在增加 還是說 其實是 如果我們擴大了這個base 所以它去增加 這個部分我希望環保署 可以進一步去釐清 到底是為什麼 好 那我們現在喔 其實 這個事業廢棄物的一個 再利用的比例大概就八成多 那大概喔 如果這樣算起來大概還有三百萬多公噸 它是由業者他自行去處理或委託處理 那也就是我們之前一直在討論的 最容易有漏洞的一個部分 那這一些 這個事業廢棄物呢 它有一些是缺乏這個 再利用的一個經濟效益的 那有一些是有毒的 它是沒有辦法拿去焚燒或去掩埋的 那針對這一些事業廢棄物 我們現在的處理的總控是怎麼處理 就有毒的啊 然後沒有辦法掩埋的 這些要怎麼辦 那個跟委員報告啦 就是我們這個處理廠棄物 家籍、家籍、家籍、家籍 他就處理這個有害事業廢棄物 其實說有害並不一定是只要一個原因 我舉個例子 比如說 像大家現在比較關心那個切銷 有那個一樣 其實大部分那個也是因為這個 山頭點的問題 所以把它判定 第一60度就判定有害會幾乎怎樣 其實有時候就是 這些判定倒不一定說 它真的是對環境怎樣有害 那目前來講 像這些業者啊 目前都用 以前都是拿去夾幾去處理把它燒掉嘛 但其實現在覺得可惜啊 那個東西還可以把那個 有用的東西 可能六七成都還可以拿回來 靠蒸柳再回來用嘛 所以目前因為業者處理會 越來越升高的時候 他覺得自己工廠來處理這個 可能會更省錢的時候 就反而會推動另一波 這種所謂的場內自行來做一個處理 好 但是你也是沒有給我解答 因為我們這個事業廢棄物一定有很多是有毒的啦 沒有辦法去處理的這一些啦 我想要知道是 到底要怎麼樣解決這問題啊 這個你事後可以再補報告給我 我想要問的是說 我從一開始第一次在質詢的時候 我問我們之前焚化爐 這個垃圾之前去年有垃圾大戰 然後去年喔 我們舊政府有說 去年年底要訂這個垃圾的這個處理費的收費標準 或是上限的問題喔 我三月多的時候問的時候說盡快 現在已經到七月了 請問你現在的狀況是怎麼樣 委員包也是指那個家庭垃圾那個 對 就焚化爐的這個處理費 對 跟我們報告就是說 第一個就是環保署會訂這個辦法 它是一個規範啦 各地方環保局就按照這個規範 看這個建設成本 本來那個規範就存在了 現在是說 收費的標準耶 對 我們會請這個地方再次檢討 依照我們這個辦法去檢討說 他們現在收費合理不合理 所以目前來講 比如說委員知道像以前高雄市的話 他有說家庭垃圾一噸可能五百多塊嘛 就現在都調到兩千多塊嘛 那現在有的地方 都按照他們的真正的實際成本 按照那個辦法 他不遵守你的這個標準 那你也沒辦法 不是 跟委員包告 當然這個地方 他也算一個他們的稅入啦 對不對 他假如這個處理成本這個增高了 他當然要這樣說啊 這樣才能反應成本啊 不然這個 他這樣就要反應給你 然後你們要做調整啊 不然大家都 他就照他自己的去做就好了 對 我們就給他定那個規範 就是說你這個要考慮到 譬如說設置成本啊 操作成本啊 來這裡拜託耶 我們會後補一下現在的這個收費的標準 然後以及各縣市 然後以及說你們有沒有去做一些溝通的一些 就是行為 好這個部分再麻煩告訴我一下 因為前幾天而已啦 這個中章頭的縣市首長說 他要建議要設這個區域的焚化爐 這件還是其實環保團體有很多不同的意見 環保署的態度是什麼 公委員報告 當然這個在就以現在的處理狀況 中章頭確實他的垃圾有一些問題 那主要問題就是因為他的一般事業廢棄物 大量的進到焚化爐來 所以造成民生的家務垃圾沒有辦法做處理 所以就他們所建議的我們樂觀啟程 我們也希望能夠來協助他們來推動 那最少讓一般的事業廢棄物 能夠有一個比較好的去處 好我針對這個問題 我還是有一點疑惑啦 因為現在要這樣做 當然各縣市他們覺得有這樣的需要 可是我想環保團體可能會覺得說 還是要從源頭來做啦 但是這之間其實是要做很多的溝通 我希望環保署不要忘了要做溝通這個程序 你們支持沒有錯 那民間會不會支持 這個是又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問題 我想源頭減量是一定要做啦 但是事實上垃圾它不可能憑空就不見了 所以一定還是要妥善的處理 所以就是要溝通處理這件事情 再來我要問到的是空污的問題 現在其實我們之前一直有在討論說 就是我們要走非核家園 那又要達到這個減碳的目標 那這個電價又不能漲太多 所以我們要維持這個廢核減碳又要低電價 這個之前我問過都跟我說 我們要用超超臨界的這個藍莓機組 我們就可以達到這個減碳的一個目標 但是我也是覺得說 如果只有這一項其實要做到真的減碳 其實還是很有難度啦 那我是希望說這個未來 這個目標其實是蠻辛苦的 所以我在這邊再一次提醒 我們環保署你們說到 我記得我上次問你們說到 你們會盡可能去做得到 那現在就是PM2.5的問題 就是之前署長有說 大概7月份會公告這三級房治區 6月28你們也開過空廳會 那現在的一個狀況是怎麼樣 跟委員報告 有關三級房治區的公告 我們是開完空廳會以後 我們正在整理資料 很快的最晚會八愛迪就會公告 那從明年1月1號開始實施 之前說7月會公告現在又變成8月 所以現在就是8月 最晚8月會公告 有聽到喔8月 明年1月生效是不是 對1月1號生效 有生效 那現在有哪些縣市納入 應該說哪個縣市沒有納入比較快 應該台東縣沒有納入 就台東嘛齁 那這個之後 納入了之後的作為是什麼 我們公告為三級房治區以後 地方必須要去檢討 他的污染防治計畫書 就他污染防治計畫書做修正 把他所有的污染也能夠做全面的減量 你們的總量管制有要做嗎 總量管制的部分在三級房治區裡面 是德實施總量管制 那目前高頻地區已經在實施了 那其他地區我們會跟地方政府來溝通 因為台中中部其實一直說要做 已經談了很久了 所以你們覺得這個實程上面 你們認為什麼時候比較可行 中部因為他有他的特性 比如說台中市他一直想要做 但是因為台中市的污染非常的集中 就是說在固定 因為總量管制最重要是 針對固定污染源工廠的部分 那台中80%是集中在兩個工廠 也就是在台中港工業區 那兩個大型的工廠 所以我們在管制的話 變成會不均勻 所以我們會好好在跟地方政府溝通 好這個積極一點好不好 因為這真的事情已經說很久了 高頻地區做了 你們一直就是很保守 一下說地方政府的意見不一致 一下又說 這個我們要看一下高頻的一個 執行的狀況再來研究 但是這個台中其實已經講很久了 台中人都覺得很有必要做 如果你住在台中 你就會知道我們那邊的空氣品質有多差 所以這個部分我再提醒一下 針對這個整個總量管制的部分 請再多努力跟地方做一下溝通 看我們什麼時候可以納入 報告各位委員 我們先預告一下 在王榮章委員尋答完之後 我們休息一下 讓首長們洗個手 接下來請余婉如委員質詢 主席各位委員各位先進好 有請副署長 副署長 副署長 好委員好 副署長早 我想今天跟你請教一下有關這個海洋垃圾的問題 那我近日有看到說 因為有委員要求 你們針對這個樓珠的產品 已經會做出一些處理的方式 那我想問一下現在目前的計畫跟規劃 什麼時候會開始來限制這個 相關的產品進口台灣 部分 那個跟委員報告好 那個羅珠的話就是 我們目前來講 已經這樣子規劃 就是在這個明年 要完成這個法制作為 法制作為把它完成 那目前來講 就是我們在6月8號 已經署長 李署長已經宣佈 要把這個接受 因為在化妝品面 本來有一些部會上的一些協調 那後來署長就說 就環保署來做 就環保署來署長 對對對來做 第二個就是說 在這個我們在正式進行立法之前 我們也跟那個相關的業者 我們也大概過一次會議 希望他們提供 目前來講你們到底 誰有在用柔珠這個東西 加入你的化妝品 甚至是牙膏 先告訴政府要管治這個事情 第二個我們也找衛福部 相關的部會經濟部來開過會 我想有一些未來 因為化妝品總共後來在合徵 是在衛福部 所以我想未來環保署的管治 可能要他們都會協助 所以說明年1月份 有可能就是announce嗎 就是我們會完成立法 立法我想有兩個 一個是製造一個是販賣 這個我想兩個階段 那當然是 完成立法 那還要送進來立法院這邊 不要 就是我們一個管治在環保署 這個來 就是行政命令 對 那就說除了柔珠這部分 我這邊後面有一張照片 是在台灣照的 其實蠻驚悚的 就說這個海洋垃圾的問題 尤其是塑膠垃圾 其實現在已經變成全球各地都很棘手的問題 塑膠柔珠只是其中一小個 大家積極在倡議跟解決的問題 那為什麼我要提這些海洋垃圾原因 是說 事實上所有的塑膠的消費性產品 是海洋垃圾最大的元兇 據說佔了這個 根據統計啦 佔了大概說海洋垃圾的75%左右 那問題是說 這些塑膠的產品 它會變成小分子的東西 不只是柔珠喔 你們可以看到說 好像這麼小的小分子的東西 那我們知道說它有吸附海洋毒物的一個習性 所以說魚類會吃到自己的肚子裡 那可能人類在消費 就變成說是整個的一個生產消費鏈的一個污染 那這是我在關心的問題 那但是就是說 我在看環保署過去的一些相關的這個法規 或是做法裡面 我覺得有點遺憾的地方是說 我們談的比較多的是陸地上面的污染 海洋這部分我們好像沒有很積極 而且就說台灣是一個島嶼國家 海洋國家 我們卻沒有其他國家相對的重視 那我在這邊就指出說 聯合國環境大會 他們已經提到海洋的垃圾 尤其是塑膠垃圾 它大概會造成這個系統 海洋生態系統的破壞 也就會造成經濟損失 在可能是旅遊業 漁業跟商業這些層面 高達130億美元 其實這是一個低估值 換句話講 我們這邊不好好積極作為的話 事實上它是有影響的 那另外一個部分是說 這個海洋垃圾大會是個國際組織的 每年都開會 他們在2011年做出一個 檀香山的承諾 我是不知道說你們有沒有follow這個國際會議 那這個國際會議裡面有做出非常多的承諾 我這邊只是列舉幾項 我是覺得說環保署這邊應該要思考的 包含就是說 有沒有鼓勵全民、業界和政府 為自己生產的海洋垃圾承擔責任 然後第二部分說有沒有公開分享有助於 防止減少和管理海洋垃圾的解決方案 那有沒有支持防止產生或盡量減少垃圾的各種機制 那有沒有促進以環境可持續的方式 將垃圾轉換為某種資源的行動 那有沒有制定全球區域國家和地區性的 海洋垃圾減量指標 那我想問環保署你們有嗎 舉例來講像海洋垃圾的減量指標 你們有定定嗎 這個部分我想跟委員報告 我們並沒有定定這樣的指標 但是對於減少它跟促進它再利用這部分 是我們一直在努力在做的 那有沒有考慮來定定這個指標呢 我想委員提起的話 在我們可以來研究 我希望你們能夠盡快研究 那也希望說能夠積極的定這個指標 因為海洋垃圾的來源 可能不是只有我們自己產生的啦 它包括船 包括其他國家都可能 沒錯 可能還有跟著潮汐 然後吹到台灣的齁 沒有錯 但是這是一個全球性的問題嗎 我了解是系統性問題 那但是就是說我也很清楚知道說 這個海洋垃圾造成 其實跟民眾的生活型態非常有相關 其實不是只是政府做就好 最重要的是民眾的綠色消費教育 所以我想就今天的決算的部分 來談談你們這邊的編列的這個情況 我看到說在2013年 也沒有推動一個環保極點的制度 2013年齁 那希望說鼓勵消費者用APP的方式 來就是鼓勵他們可能搭乘大眾運輸啦 這些等等 可是到了2015年的預算沒有執行 我想問一下副組長 困難在哪裡 為什麼沒有執行 謝謝委員的指出 就是說當初我們這個環保極點 主要就是說要讓民眾去消費那個時候選擇 不用解釋這個我都有看到 我都清楚 我就直接講新聞稿給你們聽 環保極點太複雜 僅有500人參與 這你們知道嗎 問題是出在你們太複雜了 誘因不足 那但是就是說我這邊要提到國外的一個案例 叫做Recycle Bank 它是一個社會企業 他們做的方法跟你們幾乎一樣 就鼓勵居民區域的民眾 回收他們的這些物品 然後給予他們這個點券的兌換 或是消費的這個商品券 他們非常的成功 成功到什麼程度呢 舉例來講美國的威林頓市回收率 在短短的幾個月內 從2%升到65% 再費城一個月從7% 月升到90% 另外一個部分說 Recycle Bank這個社會企業的運作非常可行 已經擴及全球幾百個城市的大型企業 及300萬名家庭成員的參與 然後像是好萊塢市 也因為推動Recycle Bank的計劃 省下50萬美元的清運費用 為什麼我要提這個社會企業是說 你其實幾個認真的官員 在辦公室裡面想出來的執行計劃 真的是沒路用啦 人家做的都比我們好 那我就現在想要問說 在這個部分的話 這個綠色的消費還是得繼續推 你們在環境教育基金 跟推動低碳有趣的家庭上面 各邊的900萬跟1000萬的預算 但是看得起來效果不大 你們有沒有反思要怎麼改進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因為台灣很多的問題就在於 公民的環保意識 尤其是綠色消費沒有覺醒 你們編了預算但是做不到 這是我應該要問的 謝謝委員指教 我想這個也是我們希望 為什麼要去推幾點制度 就是說我們其實原來對於 預設產品的這部分 我們推了很多年 但是也遇到瓶頸 我知道你們用意很好 也知道你們很認真 遇到瓶頸 所以我們試著要引進一個新的制度 看能不能推出來 當然委員指教的我們都接受 因為確實有一些 也許是設計的不夠不夠友善 所以沒有辦法大力的來推廣 所以這部分 如果說你們有心要做 但是不擅長 我會建議說看看民間 有沒有做得更好的單位 結合他們的力量比較快 我們要認清說政府部門能做的有限 社會企業或是說民間的組織 或許是另外一個可以協助我們的力量 那另外一個部分是說 我看你們有這個編助 這個地方政府 還有團體跟個人有關環境保護的一些編補助 來自這個六大的基金 包含公務基金、回收基金、土務基金、環境基金、水務基金 還有溫管基金 可是在這個報告裡面 我實在看不清楚你們到底怎麼用的 編列哪些項目給誰 那到底有沒有成效 我們沒有辦法去評估跟考核 那尤其是有兩筆蠻好笑的 一個是嘉義式的契約用戶 這其中一筆補助 補助嘉義式契約用戶就是非企業 社區節能改善輔導機 公有建築節能示範或機關用電智慧監控行動項目實施專案計畫 你們補助的金額是600元 你們知道這一筆嗎 另外一筆第二筆的是7500元 我想問一下這個600元拿走我們國家多少的行政成本 拿走多少民間的行政成本 為什麼會有這個600元 是我想這個600元這個部分我可能要查一下 那麼至於檢舉污賊車這個是就是在民眾檢舉違規的車輛 那我們查證屬實之後依照他裁法的這部分來給他獎金 所以他就有可能會比較少 就是說在這個過程裡面我真的看不到你們補助的成本跟效益 還是一樣重大的政策要有願景 你們所有的補助行為要扣合這個願景 才有可能真的不是亂槍打鳥或到處開花 我希望不要再是到處開花的補助可以嗎 是不是可以查一下 是我想我會查清楚因為600元這個可能是他整個計畫裡面的一項 所以我們查清楚再給我有一個報告 到底是執行什麼東西為什麼會出現一個這個小的 你讓我想到600元可能要一個這個官員來處理整個積合 應該不是只是為了那個事情 應該是整個大的計畫執行那他有這個差額 那另外就說你們這個網站不管是環境教育基金的網站 還有這個資源回收的管理基金的網站 還有溫室氣體管理基金的網站 我隨便舉三個網站我還沒有全部都看完 實在是很待遇管理 我看他更新的資料從頭到尾最多不超過三個日期 而且甚至還有資料是錯的 尤其是最後一個溫室氣體管理基金根本沒有資料 我不是說你們黑箱 可能是疏於管理 有沒有編列預算 如果有編列預算為什麼會是這個成果 那這個執行的人員是不是應該要懲罰一下 我們會回去檢討 因為其實我們內部也有規定 所以如果是發生這樣的情況 該處分我們會處分 好那就麻煩這個副署長謝謝 好謝謝委員 接下來請王榮張委員質詢 主席麻煩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要麻煩我們主記長沈記長還有副署長 我們一起上台好不好謝謝 沈記長主席長跟副署長 我想我今天要跟我們三位來討論 來下一張 那我想三位都會非常的清楚 根據我們預算法第70條的規定 我們第二預備經動支的相關的必要條件 包括我們因為事實需要奉準修訂 那第二個部分的話 因為增加我們的業務量 然後因應正式臨時的就是說需要 因為這些原因所以我們可以動二 下一張 但是我想在 無論本期的觀察跟研究 還有我想一年來看到我們 立法院的預算中心 還有我們審計部的審計報告 我們第二預備經的動用 用的就是說情況裡面的話 大概會有出現四個現象 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事先的估計出錯 所以在動二的結果 就是說我們的執行率低落 再來是因為我們的執行能力不足 那我們在經費保留的這個部分的話 以率偏高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我們英雄苟且 每一年都用同一個旅遊 來動支第二預備經 每一年都編列不足 然後已經慣性的動用第二預備經 再來 我們動用第二預備經的就是說數額 比原先編列的預算還要高 而且它不是增加的 然後不是突發的等等的就是說情況 好我下面就出實際的情況 我們在受污損農地停根的補償費用 這個部分 我們的環保署原來就編列預算 那我們行動院 一來還同意動用第一預備經 第二預備經來補足缺口 是不是太過腐爛 我們看下一張 在102年度 我們的預算數是1379萬 那然後103年度是2147萬多 後來的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用這兩個年度裡面的的話 水質相關的就是說經費 水質的就是說相關經費 它已經我們的執行數已經超過 執行跟決算數就是說已經超過我們的預算數 在104年 這樣子的情況經過兩年的就是說時間 我們的預算不增反減 驟減成為560萬 那然後我們動一200萬 動二1770萬 結果決算支出2252萬 這樣子的就是說情況在105年 今年的情況怎麼樣呢 我們公務預算只編了 比去年公務預算還要少 只編了448萬 這個你們自己 我想環保署自己做的預算 自己做的就是說調查 農地污損調查計畫 105年到107年是我們執行的高峰期 預估每年的經費是5000萬 但是我們編列的情況是這個樣子 我們下一張 所以在這裡面的話我要請教 為什麼 我們的 我先問就是說 省記長 從我們省記的單位的角度裡面來看的話 預算法70條裡面有關動支第二日預備金的現行規定 是不是太寬鬆了 還是問題出在我們主計處同意行政機關動支的標準 是必須要檢討的 我們從審計的角度裡面看這樣子的結果 是的 剛剛委員講的在動支第二日預備金的一些大的狀況 確實就像委員主教的一樣 就是我們發現在有部分機關 大概用同一個旅遊 每年都繼續在動支第二日預備金 那麼像說動支第二日預備金的時候 它因為動支的金額比較大 但是到這個結算的時候 它的保留力 有相當大的保留力 或是剩餘的這個情況 那麼這個情況 大概每年都會有發生 那麼事實上在整個第二日預備金的動支 其實在審計部跟主計處這邊 也經過一些努力 特別是主計處 那麼他們未來也要改善這種 市長您是不是能夠救我們農地污染 就是說的這一個部分 我剛剛舉的這個例子 來看 您看到的就是說問題 它這樣子的動二合理嗎 市長我想這塊是不是能夠在環保署動支的部分 先來講 謝謝委員指教 我想 確實這個在104年我們是短編的 那麼因為地方報上來請求要補助的 那105年繼續短編 對 就是因為它報上來要我們補助的 到了比較靠近年度底 才我們才發現差這麼多 但是105年已經編進去了 我們來不及編 所以105年會有同樣的這個情況 所以我們今年還會繼續動二 106我們已經改過來了 就是我們盡量去把它編組 好 我知道有的時候我們業務單位 事實上是有為難的部分 好我請教我們的主席 委員長 就是說這一個情況跟結果 就您的專業我知道 這個事情發生的 不在你的任內 您剛剛才來 就您的專業 我們過去也到縣市政府 就考核社會福利績效 它的就是說經費的運用 就您的專業跟對於就是說這個部分的了解 來講的話 這樣的結果 是業務單位造成的 還是我們主席單位造成的 跟委員報告 以我個人的觀點 會造成這個現象 是總預算的額度太小 那一個是因為寬給環保署的經費有一定的限額 所以它容納不下 容納不下 所以它原類的計畫經費就不足 所以它就只能夠找 預算法這個西式條的規定 那一個動域背景它原類計畫不足 所以是用這個 因為它的預算編列不足 主席長您非常的誠實 這跟習育估的這個部分完全吻合 我想這裡面的話 因為是污染農地 就是說它修根的補償 所以我們的主席單位 那至於就是說業務單位 算準了 無論行政院 其實最主要的是立法院 不敢不同意 也不敢不增加 所以就是說有賜無恐的 我們把原來是因為 臨時性然後不足的這一個部分 當成例行性 這樣子的情況 跟這樣子的就是說方式 對我們國家的財政紀律來講 是好的嗎 陳議長 您覺得 這個我剛才講的是我們的經費的一個不足 所以匡列給他們的金額是有限 所以它才是 所以我們預算不足嘛 我們就拿就是說在這裡面不可能不同意增加的 我們就明知不足就編列不足啊 那但是就是說在這裡面的話反正到時候沒有人敢不同意 在這個部分要增加嘛是不是這樣子 委員講的話也事實是有一點這個 不過我必須說明一下 因為所謂經費不足啊 是因為那個環保署他們在那個排列優先順序的時候 要不要把這個排在前面啊 我知道您的意思 好我們再看時間的關係我們再看下面一個 104年的禽流感疫情裡面環保署申請就是說動二583萬 然後協調焚化爐辦理焚化死亡情類的屍體的這個工作 但是行政院對於這個經費以當時的就是說疫情緊急一毛錢都沒有刪 但是我們的執行率只有60%左右 難道預備金的執行率是不重要的嗎 這裡面我們可以就是說看到在這裡環保署事實上預先的預估錯誤 所以以至於就是說合計的這個部分的執行率 委辦費跟行政作業費的執行率只有六成了 在這裡面預算法第70條 現在的各款的規定是不是不夠明確 再來是我們主計總處核定動支第二預備金的標準是什麼 我們到底就是說主管機關就是說提出要動二 我們在審查評估的標準跟指標是什麼 那對於就是說審計部是不是我們認為行政院動用第二預備金的情況已經越來越腐爛 在過去就政府的這個部分的話第二預備金的動支是不是已經越來越腐爛 我有三個問題請教首先是不是請我們主計總處先做回答 跟委員報告一下因為在行政院這邊要不要核准動用第二預備金 是要看它符合符合預算法第70條的規定 它一定要原類的計劃是不是向經費 這個是 這個是 它確實是嘛 就是說 那的情況裡面它符合就是說第三目的相關規定 但是 是 然後到底要給多少 難道就是說通通都是照章全收嗎 我們不會照章全收因為如果按照網例我所看過的公司 那它的執行率只有六成 站在主計單位的解釋是什麼 那可能是它的 就是說它也許是 是 這個應該是為什麼六成有在市場 是謝謝委員 我想這個是因為 當初 疫情產生的時候大家急著去做嘛 那 預備金也另外進行 但是預備金下來的時候有稍微晚一點 所以因為稍微晚一點那地方已經執行了 所以我們 就變成說檢討 我們預算科目還可以合規定的 一部分我們先問我們的預算去支應 我想這個我只是舉例 是是 就是說這裡面就是說舉例 同樣的我們 一單位對於動二的這個部分 應該要有相關的指標 來做就是說決定 我當然 這個 我們任主計長 的這個部分沒有直接的關係 但這裡舉這個例子來講 到底應該合多少 尤其就是說在特殊等等的 就是說情況底下的話 因為這個合了之後 結果就是說又沒有用 我想這個部分產生的問題跟影響 我們三位應該都會非常清楚的了解 實驗的關係 我想我把問題點到這裡為止 再下來 最後一個部分的話 我們年度開始 我們的立法院預算還沒有審 那但是事實上我們的機會 計畫等等已經開始在執行 我們看下一張 就是說以環保署為例 在歷105年的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有這六個計畫 事實上到目前為止 我們的基金預算 立法院還沒有審查完畢 那但是我們已經開始招標 這是新興的 這並不是例行的計畫 這是今年就是說新做的 就是說新的計畫 我們這六個已經決標了 除了就是說 土壤跟地下水健康風險的這個部分 沒有辦法決標 這560萬的這個部分沒有辦法決標 其他的五案子 通通都已經決標了 那在這裡面的話 那在這裡面的話 下一張 就是說我們在這裡面的話 為什麼我們就可以先授權動資 我在我們 我們署裡面的預算審查的時候 這個問題我有問過 告訴我的情況跟結果的話 我們符合 預算法 4條 88條 等等的就是說規定 所以立法院雖然還沒有審查通過 我們就可以先行動資 但是 就是說 其實在這裡面我要提出來的會議是 而且告訴我的是 說 這個 後來請到我的辦公室裡面 然後還有就是說 我們的公文回答我的 看下一張 這是 3月28號 環保署回答我的公文裡面 告訴我的情況是說 這個 我們在往年 在這個基金項目裡面 有核准動資 我們就繼續核准 然後 另外的話 但是 即便用同樣的就是說標準 我們看到的是 在 我這裡面特別要提出來的就是說 溫室氣體管理基金的這一個部分 我們在104年6月的時候 就是說通過 我們在100 這個基金從來沒有審查過 在105年 今年的1月13號 我們就同意 就是說能夠在完成法定審查程序以前 先行動資溫管基金的相關費用 請問這樣子 會不會太過於腐爛 會不會就是說超過 我們預算法54條跟88條 相關的就是說授權規定 請主席長 那個 那個我必須說明一下 在立法的精神的話 原則上 公務機關 是不可以先行動之 這個基金最明顯了 它從來 就是說 去年才剛剛設置 到今年 從來這個基金 還沒有通過過審查 他應該是全新的 在普通基金是不可以這樣子 因為第88條是講說 附屬單位的預算 因為為了他保持他的彈性 因為他原來是 這個 據我知道這個經費原來是在空屋基金 他現在是到這個基金裡面 他同樣是附屬單位的預算 附屬單位預算 他為了保持他的彈性 他業務需要 這樣的彈性 這樣的彈性會不會太大 沒有關係我想審計長 就我們審計的角度來講 能夠談到這種地步嗎 這個我必須 我請審計長回答好不好 謝謝 是的 就剛剛主席長講的 在預算法54條 那麼這邊 對這個總預算還沒有通過 是有比較嚴格限制 可是在預算法88條 對於這個護士單位 預算的部分 他比較有一些彈性 那這個彈性 就還是要 就我們審計單位的角度來講 他的彈性可以彈到這麼大 不過這裡面 他有一個嚴密程序 就是說還是要經過 這個主管機關行政院 來做一個同意 才能夠來做 我覺得我們在預算法裡面 對於審查完畢之前的話 賦予行政單位的彈性 太大了 我覺得這已經 嚴重侵蝕跟剝奪 我們立法權的這一個部分 那期待這個部分的話 未來會提出 就是相關法案的修正 謝謝 抱歉 我們休息一個十分鐘 剛才已經先宣告 吳遠不好意思 我們剛才已經先宣告了 那休息十分鐘 讓首長們洗個手 です 謝謝 阿añ 謝謝 謝謝 包括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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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这个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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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已經完成了政策環瓶 那你既然已經完成了政策環瓶 你一定是在那個政策環瓶裡面 已經有把生殖能源中心已經講得非常清楚 你才可能做政策環瓶啊 是沒有錯但是就是現在就我個人看起來 它是噴到一些瓶頸 那麼生殖能源中心 因為不管是用要所謂配燒啦 增煮啦等等各種把它轉變成生殖材料的這些技術 都還沒有真正所謂商業化 好那我就要跟你請教 就是說我們的預算的這一塊 其實在102年的時候呢 我們是有編了就是說 有關於一般廢棄物的生殖能源中心 那這個部分呢當然就是當時也非常的好心 所以編了2000萬的經費 可是到後來呢決算的時候是零 是沒有執行 保留款也是零 所以就表示整個事情其實到後來是沒有的 那到103年的時候呢我們也編了500萬的經費 然後呢我們就看到後來的結果呢 是決算數是432萬 然後保留款呢是220萬 所以這個是減價驗收的一個狀況 所以我們就在想說從102年到105年 我們已經做了很多的事情 包括了我們在離島要做這個生殖能源中心 如果說離島它能夠自給自足的話 這樣子也是一個好事情 可是呢我們也看到了我們編了5.5億的經費 可是呢後來就計劃變更 變成一個運轉處理的這樣子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不知道環保署你們在執行這個生殖能中心相關的事情 包括102、103一直到105 然後我們也編了很多的預算 但是後來也都執行不出來 這個事情要怎麼樣去處理 要怎麼樣去檢討 要怎麼樣再去做一個後續的一件事情 是我想這個跟委員報告 這也就是我們現在所在檢討的 因為之前設定的目標 但是發現在技術上有問題 所以才會出現所謂預算編的沒有辦法執行 那你們要怎麼樣去檢討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現在檢討就是第一個 我們會先從能夠妥善處理垃圾 這是一個重要的目標 好我想這件事情 這個事情我還希望能夠好好的再談一談 要不然的話其實你們後來編經費給環保署 爭取經費給環保署也是沒有用啊 那這樣子的話你們就會把經費根本就是掛零 這樣子讓我覺得非常的生氣啊 垃圾處理它有很多種方法 或是它有很多個方向可以去努力 但在這一部分碰到困難 所以其實我們有整體通通去做檢討 到底垃圾處理要怎麼辦 好多久會把這檢討報告出來送給本席 那我們是不是在兩三個月之內 兩個月好 那我兩個月把這個報告送給我 然後另外就是說我們那個除魚和污泥的這一件事情 它其實現在的都一直一直有在說要供發酵 然後它也是能源化嘛 這一件事情 但是呢我們看到了它的這個計劃好像也是受挫的 在巴黎的這個部分也都停止了嘛 那我不知道就是說像這樣子 像我們在這個101年的時候呢 我們也編了九百多萬 那九千萬 九千萬 後來呢就終止了 計畫終止 然後到了103年的時候呢 我們也編了240萬 後來也是沒有辦法 就是沒有辦法好好的做 那號稱是執行完畢了 但是因為103年的這個案子呢 它是一個平溪的一個專案的工作計畫 所以呢我想知道這樣 它的這個平溪到底是說 我們處於何去何從啊 我想這個平溪的計畫主要針對我們 是要在巴黎來推 推這一個所謂發酵的這一個計畫 但是在執行的開始覺得技術上沒有問題 所以覺得可以推 但是後來有一些委員提出來了 有一些技術上沒有辦法 可是你在做平溪之後 一定是為下一步做準備吧 所以你的那個平溪到底 下面還要不要再繼續走下去 還是說我們現在 因為現在所有的老百姓都會做 垃圾強制分三類 其中一類就是廚餘 可是你的廚餘後面是走的這樣子的一個 好像讓大家比較覺得失望 我想到不是這樣子啦 就是說廚餘回收之後 它有幾種不同的處理的方法 倒不是說只有飛來做所謂破銷能源化這一條路 那在這一個方向原來是比較樂觀 可是後來有技術上的問題 好另外我想再說一下 像這個美國有那個迪士尼樂園 然後迪士尼樂園呢 他們就把廚餘轉化成為能源發電 所以我想說這個事情 其實環保署真的是好好的能夠參考 國外的一些的做法 而且這個做法 我們認為它是非常能夠執行成功的 而且已經有案例可循 而且它發的電量 可以供應一萬多戶的這個居民的一個使用 所以我想說這個部分 我們希望環保署加油好嗎 好謝謝我們會再來努力 好謝謝 接下來請吳坤裕委員質詢 請吳坤裕委員質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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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市長 今天因為是一位基金的經濟醫生 各位好 過去我相信環保室都做很多的研究 我想我們錢開下去應該要有那種性格要出來 想到的性格 我相信環保室開這些錢 想到的目的應該是要做政策 但是後來一些錢開下去不可以做政策 我想我們要稍微考慮一下 平常也要考慮一下 就是說我們要了解說目前社會的變化 民眾有很強的環保意識 所以會抗爭 那我們要去了解民眾抗爭的背後的意義 比如說未來如果我們要再蓋洪化炉 那真的要很小心 像過去的環保 事實上都沒有評估到 魂化炉排放代曉性的問題 它可能對健康潛在的危害 其實過去的環保 在魂化炉的環保過程中 都沒有考慮這件事情 這也是為什麼過去的每一個魂化炉的選擇 都引起重大的抗爭 下一張 所以這裡就是我們要了解說 怎麼樣去建構一個體制 讓民眾能夠信任 那這裡只有資訊透明公開 然後好好去溝通 針對民眾關切的議題 來做相關的計畫來研究 然後來解決民眾所需要了解的項目 關心的項目 那這樣子民眾才會接受 在各種政策的推行中 才不會受到阻力 不行 影響 那比如說我們最近 國內很關心的問題 就是PM2.5的問題 那確實國人肺癌的發生率 真的是隨著時間看起來比較高 那當然肺癌因素很多 比如說最重要的因素應該是抽菸 那國外的話 第二個重要的因素應該是 那個東氣的問題 那但是國內很多人說PM2.5 那PM2.5到底怎麼智慧 其實有很多的爭論 那我想空保罪也做了一些 想要排了一些經會在做 所以我覺得這方面要非常小心 就是說很多的人在做研究PM2.5的來源 但是其實都有差異 包括境外的貢獻 但我也看到說政府好像要把境外的貢獻 把它移除掉 那不算在國內的管制 我想 但是要注意民眾的觀感 民眾感受的是實際的總量 所以當我們管制標準 如果把它排除境外的 可能民眾會很難接受 那當然PM2.5真的造成很多的影響 但是要提醒的就是說 這是一個相關性 真正的原因到底怎麼造成這個影響 還不夠充分了解 但是做這樣的研究 對政策有沒有幫助 我們去再繼續做PM2.5對健康的危害 對我們制定政策有幫忙嗎 副市長 我們現在在做這樣的工作 再去研究 我知道有拿一些基金幫助 國務院或庭 還有跨部會 要做PM2.5對健康效應的影響 對我們擬定政策有沒有幫助 跟委員報告就是 當然剛剛先提到的 有關戴耀心在分化場其實是有 他有標準 那他也有處理方法 他去把它做適當的控制 但我知道委員關心的是說 不管怎麼處理 他還是會排一些出來 那個標準是一回事 但是環庭以前是沒有考慮 對健康影響的評估 對就是對健康的影響 不管排多少出來 那怎麼對健康的影響可能 那個我知道 所以這個未來再評估 有關剛剛提到資訊公開等等 我們會努力來朝這方向做 那麼有關就是說 是不是應該再繼續做這方面的研究 當然剛剛委員也提到了 其實PM2.5其實它有點複雜 所以它的來源等等也有一些 所以繼續做研究 繼續做研究我想有很大的一個必要 那當然就說這個研究是不是切合我們去做 對我們要擬定政策 決定的時候用得到 這個是我們可以來檢討的 就是說比如說 比如說這樣子 PM2.5支持力的增加 那對我們的政策制定有幫助嗎 制定我們PM2.5的政策有幫助嗎 就說它會導致慢性病的人死亡率增加 那這樣對我們制定政策有幫忙嗎 我想跟委員報告 因為這個計畫我們是跟衛福部合作的 所以有一部分目標應該也是他們希望要達到的 對他希望嘛 但是我們錢開了 我就看到效果沒有 這些東西可以來我們界定政策有沒有 這個比較重要啊 那不是這樣 是 在我們這裡我們 所以在我們這裡我們很重要的一個部分 就是在有關空氣跟健康的這個保護策略 那很重要嘛 那重要性在哪裡 有沒有辦法拿來做政策使用嗎 對未來我們就希望能夠去建立 它有關它的這個早期的預警指標 或者說是空氣品質的這個健康指標 現在的標準年是三十 日平均跟年平均多少 日平均三十五個 對啊 這些東西做都因為 我們現在的現狀就是 超過我們的標準很多嘛 所以來做研究都一定有顯著相關啊 會造成健康的危害啊 怎麼可以發表文書 下一張 像這個你看中研院 發表這很好的文書 也導致會來相關啊 但是你可以拿這個來做政策嗎 它發表在很好 國際很好的期刊啊 那我想這個 我們現在希望去發展這個就是說 如果當委員指教的沒錯啦 如果光看PM2.5 那它單一一個項目的指標 其實也可以做一些政策的決定 現在到底PM2.5是什麼會最重要 是什麼會最重要 我們自己做什麼工作 其實我們政策 我們要有民眾有感 到底去研究 你會做什麼變得比較重要 是說抗下去比較重要 你現在最重要的目的 是要把PM2.5抗下去 給民眾有感嘛 你做這個去發表 paper 買那些錢 對你政策這點 要抗PM2.5抗下去 有影響 有幫助 沒有幫助嘛 沒有幫助嘛 這個其實也不衝突啦 這就是這樣 我們都應該去發展它 你現在濃度都降不下來 所以做健康效應都可以看得到啊 學者都可以發表很多 paper 沒有問題啊 但是你對政策都沒幫助啊 對不對 你如果國科會 你如果國科會繼續去做這個 我都沒話說 這麼好 你知道嗎 他學者可以發表自己的文字 也在國際上有名字 這麼好啊 但是我們環保室要花錢 是這些東西做下去 我們政策要借定 要來用 對不對 你有幫助嗎 沒有啊 這些東西沒有幫助啊 那你要怎樣 所以包括下一張 我們現在做這個環境運啦 這個環境運 我們到底是要看什麼 什麼資料都跟學做會 那些複雜 到底做這個環境運要做什麼 也沒有目標啊 這不是這樣 東西都每個人看作會 來做研究 對學者很好啊 我可以有經費來看這種資料 但是目標要做什麼 政策要做什麼 沒人知道 這樣才花錢才花錢才好 那跟委員報告 黃靜雲其實是我們跟相關部會 大家一起共同在做的 是啊 是啊 我知道啊 那其實也不是說 花什麼大錢去做這個事情 沒有啦 當然 那當那些七八十億 花幾千萬萬 對我們來說可能不是大錢 不是 對我們這種散學者來說 那錢很大 沒有 跟委員報告 這是三個學者 對不對 我的意思不是這樣 其實一毛錢都很重要 我的意思是說 主要是各部會在做 那我們希望把大家的資源 資訊 能夠讓他盡量去整合 變成相同的平台 相同的格式 大家需要用的時候可以來使用 但是你開的錢 你如果今天就是科技部 這個錢這樣開我都沒有意見 今天你是環保室 你開這些錢 照你說就是要做政策用嘛 但你開這些錢的目的都不清楚啊 都不清楚嘛 當然能夠資訊透明公開很好 多好 下一張 所以你可以考慮 現在有的 有的數據 有的Data是什麼嘛 你有什麼資料 你可以做什麼政策使用 這些東西 是不是第一步要先做 你不然這樣 喔 這樣 天賓海角都跟它砍作會 結果不知道要做什麼 錢開了就沒有目睹嘛 我們可以一步一步來 你先把你的政策先定好好 一步一步做嘛 未來要把天賓海角都砍 都不可以 在世界上砍作會也沒有問題 美國也有很多 我們也可以去砍嘛 不是砍我們台灣而已 對不對 但是我們的目的 是我們錢開下去 要有效益出來 你這裡的效益 就是要做你的政策 不然無所謂的政策要怎麼做 就是你開這些錢 要來做政策用的啊 你不能錢這樣 三個就去開 開的目的都看不出來 學者很高興啊 做這些東西 一些學者 當然一年幾千萬 我的年這個價格 我也很高興 我也希望你們特當做 對嗎 但是做的都沒有用 這樣就沒有意思啊 對嗎 好 謝謝 好 謝謝 接下來請多明財委員質詢 主席各位處理的習慣大家好 主席各位請張副署長 江布先生 政愛環境永續發展 這一直是本席啊 這個堅持的理念跟政見 所以我看到整個台灣的環境啊 這個PM2.5的部分 我們今天講的是103年度 總決算審核報告書 環保署相關的 看環境還是持續的惡化 比如這個PM2.5大家很關心 我想請教一下 這個PM2.5為什麼 最嚴重的地區都是在雲林跟嘉義那附近 它的污染源是在哪裡 你們怎麼樣做偵測 怎麼樣做防治 可不可以請說明一下 我想跟委員報告 因為PM2.5它特性的關係 它有一些原生本地產生的就是PM2.5 那有一些是因為它傳輸過來 包括境外傳輸過來的 所以因為我們的風向的關係 所以大部分的污染會往南走 所以南部它就會比較嚴重一點 所以對於這個部分 我們在制定防治政策的時候 都會去特別給予考慮 這樣聽起來 它的來源聽你講都是別人的錯 沒有 不是我們台灣製造的問題 不是 我的意思是說它有不同行程的機制 所以本身產生的 甚至你說我們也許北部產生的 它可能到了中南部它產生 變成PM2.5也有可能 所以這樣的一個結果 就變成說我們必須整體去做考慮 它的來源是火力發電 煤的問題還是煉鋼或是大型的這個企業 其實它的來源很複雜 所以才會說它有可能是本地產生 有可能是外來 因為反應之後才形成PM2.5 好外來先不說 本地的部分從我們這邊做起 有什麼地方 你能不能說明一下 大概有哪五項是生產這個PM2.5 這個最重要的比例 我想主要當然工廠是 工業是一定是一個項目 工業 那我們車輛運輸它也可能 車輛運輸 或者說道路揚程 這個都可能是 營建工地 甚至說剛剛有委員提到的 稻草的燃燒 那這些都可能是PM2.5的 那你們針對這前五大這個部分 有沒有加強控管 是所以我們現在在理署長到任之後 他提出來 他希望我們推一個 我們原來有一個清淨空氣計畫 那我們做一個修正 我們希望更強力來推 那麼以往可能把重點 都放在這些固定污染源 但是我們覺得說要有效改善 可能必須全面都要來做 包括譬如說剛剛講的二行程機車 它的排放量可能很高 那怎麼樣子盡量讓它能夠汰換 是管制還是補助 或者說柴油的卡車 才有的客車 那怎麼樣子補助它改善設備 或者說是讓它能夠來汰換 這些都是我們未來的 環境的問題 健康的問題 本席最注重 請你們要加強 盡量捷徑能力 把這個環境做好 因為這世代子子孫孫 影響自身且距 另外這個污水下水道 是一個國家文明的象徵 那我看到新北市 大概普吉利爾75點多 算是蠻前面的 那麻煩請副署長多加強一下 像我們新店深刻石定平寧屋來 有些地方還沒做 水源特定區域 犧牲了我們地方很大的土地資源 截至目前為止 自來水的問題 有的地方沒有普及 沒有自來水 連污水下水道也沒做 這個實在講不過去 希望副主長 順便可以多多加油一下 跟委員報告 這個地區域的污水 這個普及率能高一點 是我想這個也是我們期待的 不過因為下水道的建設 這是屬於營建署負責的 這部分我們會跟新北市環保局 來研究怎麼來推動他們盡量的加快 你們研究一下 兩邊 當然做是在公務單位 內設部營建署 你們看怎麼樣可以要求他們 我們會盡力的幫忙來推動 環境只有一個 我們就像說生存的是一個 比較好的環境 永續發展的環境 乾淨的環境 大家一起共同來努力 謝謝 謝謝 接下來請徐國勇 徐國勇委員是我們 財委會另外一位招委 謝謝 主席各位同仁大家好 我要請一下主記長 有人說 退休公務員如果沒有錢的話 會破產的話 舉債 政府借錢 來發他們的退休金 有人這樣說 這種講法 可以嗎 我們是統收統治 並沒有說哪一筆錢拿來做退休金 所以啊 他說什麼 用舉債來支付退休金 沒有這回事 我們是統收統治 我知道 但是現在有退休的 就是李萊希啦 他講的 政府可以舉債來 我們政府很有錢啊 可以舉債來付退休金啊 我必須說明一下 我們現在的退休金 都是繳保費 去到那個基金 可以用政府去借錢來給他們嗎 沒有這回事 沒有這回事 所以啊 很奇怪 所以剛剛我聽到 提到說公務員明年不調心 我看你好像有回答了一句說 這個 什麼智障對白癡啊 因為我以前是教起智班的 這個很巧 我在電視上一聽 我以前在學校教師 我是教 我是學起智 我是起智組畢業的 教了很多年的起智班的學生 所以一聽啊 欸 這公反 現在媒體已經開始 把你這段話寫出來了 我必須說明一下啦 他既然是公教人員協會的一個 所謂的理事長 就不要對公教人員 都說 我用不實的資料 來罵我是白痴 喔 不過你說智障罵白痴 這個 現在 新聞已經開始出來說 欸似乎好像對身心障礙者 好像有所 欸 不怎麼禮貌啊 這就好像 媒體已經在開始 急時新聞欸 我有對身心障礙者 這個有不禮貌的 我可以 道歉 啊 可是 他不能夠用不實的資料 來罵 對 因為他也罵你 他一樣罵你白痴 也就是一樣對你是一個 等於也是罵你智障 同意思啊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這個 智障者啦 因為我教過這些學生他們很可愛啦 講實在話 這個 當然這是 這叫發邊新聞啦 這叫Sideesh 這比較沒什麼 謝謝委員提醒 我還是要一句話就是說 真的用舉債來付退休金 是我們國家 我們政府應該做的嗎 難道退休人員這樣子主張 他每天不覺得失誤嗎 我覺得我們事實上沒有這麼做 他不應該用這樣的話 而且我們的退休制度 是大家都有繳保費 繳到那個是像 像是不管是勞保的 勞保的基金 或者是勞退的基金 都是當事人有繳保費 所以主席長 其實我了解大家都有繳保費 因為我也當過公務員啊 我說我在教書教那麼多年 就是我那時候都是公務員 或在小學教了很多年 我意思是說 我們政府其實 真的是有舉債來支付這些退休金 這沒有錯吧 以前有吧 那台銀不是每年 將近100億的18%了嗎 沒有嗎應該有吧 我是認為說假如啦 這一些舉債真的會吃到我們下一代的話 真的要好好去思慮 年金改革真的是蠻重要的 所以這部分的論述 我希望說我們政府 包括主席處再加強一下 這個整個的 包括長照什麼 這都是你們要 要用頭腦要發揮心力的 同業委員的觀點 主席長謝謝你 我只是提醒一下 因為我看到新聞在 我知道你沒有這個意思 可是 人家就會故意把你導向說 因為 他現在黑白打 要打你 找不到跟你說 你對身心障礙者不禮貌 他就黑白會打到這個 所以 給你機會說 表達一下你的意思 謝謝委員 是這樣子 好 那我要看一下 副署長 黃保署副署長 副署長 先給你看一個 我們其實 海洋立國 海洋是我們的生命之母 有海洋的國家 才能夠富強 沒有海洋的國家 不可能富強 像瑞士這些國家 奧地利 他們都內陸國 他們只會富 而不會強 他們有錢 沒強 你要富又強 一定要海洋 內陸國幾乎都是很弱的 什麼都是收入不太好 生活比較苦的 像譬如說 非洲人耐索脫 等等這些 我的意思說 海洋很重要 我們怎麼去養護他 我們看一下 阿瑪斯號 烏蘭墾丁 15年後仍然殘油還在 我記得為了這個 我寫過好幾篇論文 當然也曾經給你們環保署 可惜你們沒有採納我的意見 瓜西黑白怕 最後官司打輸了 我還那時候的環保署長是 郝龍斌 我印象很深刻 我還用email 傳了怎麼打官司 管轄怎麼樣 因為就是我的研究範圍 阿不在聽 大家黑白怕 趙小孩怎麼會怕 好我們看下一頁 打一打的齁 好啦 訴訟費1500幾萬 啊投一個900萬回來 啊投投 投投700幾萬 打官司也要有經濟頭腦 比例 比例 不成比例了 花5萬塊去要3萬塊的官司 是不能打的 我常常跟 以前也跟財政部講 為了要3塊錢的稅金 然後用 付一個掛號 說32塊 叫你交3塊的稅金 說你少交3塊稅金 以前財政部長做這個事情 等美金在撿台票 這個除了浪費公堂以外 海洋還是問題沒有解決 再看 德祥台北游屋的理賠 愚民說我們抓木魚 你要叫他怎麼舉證 要他賠 他說你舉證啊 舉證說你受到經濟的損失 抓木魚 這是消極事實耶 我們民事訴訟法 相關的法律不是規定嗎 消極事實是不必舉證的耶 你勸我錢 是我要舉證你勸我錢 不是我叫你舉證說 你去舉證你沒有勸我錢 不然你就欠我錢 你就要還錢 我說你欠我三億 然後你怎麼去舉證 你沒有欠我三億 你去叫歐巴馬來證明 你沒有欠我三億啊 還是要叫柴契兒 你們根本就沒辦法舉證 所以消極事實在法律上 是應該他不必舉證的 好結果我們說要叫愚民舉證 好再來看 德鄉台北衝擊生態 學者說根本就缺乏海洋資料庫 不利求償 你們沒有建立這些資料庫 當然也許你說那是月署的事啦 甚至是國防部的事啦 但是 難道我們沒有跨部會處理這個 因為一出事是你們要處理的 我們再看 生態的損失誰來負責 林務局說除了是自然保護區 或者有保育的鯨豚類受到影響 這算我們的 一般海洋 這個 海岸油汙也算你的 然後再看 喔對還有這個 好環保署就強調 油汙的處理程序 生態損害 不是他們的權責 我們是負責油汙處理 後續訴訟 這是你們負責 求償涉及漁業生態損失 都會來負責 你拜託給打官司 政府在打官司 還有各自打官司的喔 那是同一個官司耶 所以為什麼 阿瑪斯奧會輸得這麼慘 就是這樣子 所以我是用這個例子 告訴你們說 你們在做環保的這些問題的時候 你們到底有沒有經濟算盤 要怎麼打 怎麼去處理 德鄉台北 我們要替漁民爭取 他們應有的權益啊 德鄉台北還沒有完全處理喔 喔對齁 因為標題一樣說 我一看以為說 好另外呢 問及漁業署 滲入調查的態度 漁業署說 擱淺發生後 委託學術進行調查 學術單位進行調查 平常漁業署僅有針對漁獲來做調查 你看 我的意思說 凸顯你們喔 各拉各的調啦 阿各拉各的調 如果說 練習好了 一起來大合唱那也好 偏偏你們又不會大合唱 每個人在演自己的戲 結論呢 讓加害者全部脫逃了 連在打國際官司都這樣子 這實在是很害的事情 好我們看看林露局 環保署啊漁業署啊 生態不是我們的事 漁業說 我們只管漁獲量 然後下面的珊瑚什麼 好像沒關係 然後 保育類精豚受影響 我們才有事 一團亂 所以我希望藉由得詳台北這個案子 你們應該要好好的建立一套 這種機制 好好的處理這些事 海洋是我們生命之母 包括漁業署 上次我在問漁業署 抵脫網 在我們山海裡內 我們資源養護的這個區域 下面一片狼藉 難道這跟環保無關嗎 所以副署長 從這裡來講 所以我要請教你們 對德祥台北這一部分 你們該怎麼去處理 你們到底處理的態度 有多久會處理好 然後藉由這個個案 你們對通案的整個環境污染的處理 是怎麼一個態度 你簡單回答我 時間也到了 我想我完全贊成委員的意見 但是這個也是我們現在存在的事實 就是對整個海洋 我們並沒有一個統合的單位 所以才會出現剛剛的這個問題 所以漁業抵脫網 到底跟環保有沒有關係 但其實它是漁業造成的 所以這個確實是需要去做整合 那對於多江泰北輪的求償 現在 不是我們在做 並不是我們在主政這個事情 是航證單位 但是這個部分委員所提的 我們會來關心 看怎麼樣可以必要的協助 所以你看 我剛剛還忘了把交通部的航證單位加進去 你又提到了 其實是好幾個單位 現在確實是缺乏整合 不過我想 目前的這個案 我們能做的 我們會盡量來 各吹各得掉 但是我告訴你 德祥台北 人家只看到污染 所以你們是第一標靶 也許說航證單位 漁業署這些第二標靶 第三標靶 但你們變成第一標靶 那你就承擔責任 或者是找他們來好好協商一下 我想這是一個政府應該做的態度 應該有的態度 應該有的一個做法 好不好 我們會去檢討看 我們還能怎麼做 我們盡量來做 檢討一下趕快處理 好 謝謝你 謝謝委員 我們先宣告一下 今天中午不休息 我們繼續會議到今天議程處理完畢 大家有沒有意見 好 那就大家辛苦了 那我們在11點50分 請工作人員發便當 在座的各位好朋友 可以在座位上使用便當 只要維持秩序 要出去洗個手也沒有關係 所以中午12點鐘開始可以用餐 接下來請蔣萬安委員質詢 謝謝主席 是不是可以請環保署張副署長 好 委員好 副署長好 根據審計部103年度的這個總決算審核報告 其實裡面有一項我發現 關於水質監測機制 它其實不具有其實性 也就是說監測的資訊 並沒有辦法即時的通報地方政府 沒有辦法即時追查這個污水排放的源頭 也就是說我們常常在寒請地方政府 要查這個污水排放的時候 通常我們通知的時間 會落後於水質發生異常的時間 所以通常這些廠商 它排放廢水一定是偷偷的排放 所以我們要查核的時機稍重其事 所以當發現異常的時候 環保署發文通知地方政府 可是公文旅行的時間往往耽誤了 我們追查源頭的這個時機 所以這部分在學算審核報告裡面 也特別指出來 所以這部分我想請教副部長 到底現在我們有拿出什麼具體的辦法 在追查污水排放的這個時機上面 整個機制上面有沒有做任何的改善 謝謝委員指教 我想也謝謝審計部提出這個問題 我們也發現了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已經做了一些修正 就是當去做水質監測 去採樣的人發現異常的時候 第一時間就要通報 我們把窗口都建立了 所以第一時間通報 那麼就可以讓地方的環保單位 它就可以進行它相關污染源的機查 另外一個我們也建立了 即便第一時間沒辦法抓到 那我們現在已經建立一個機制就是說 從監測發現異常的地方 我們利用我們的污染源的管理系統 從它的上游去做清查 那麼把它從它所看到的這些污染物質的特徵 那把可疑的對象篩出來 那我們希望利用這樣的一個機制 就不要每次查了污染 那也不知道怎麼辦 也沒有解決 下次還是繼續污染 所以我們希望說我們現在看到污染 或是偷排 那就當作一件事情 就要把對象找出來 所以現在我們自己也在建立這樣的一個機制 所以副市長剛剛提到的第一時間 現在有第一時間來通知 當然更重要的是剛剛談到機查的部分 所以關於機查率過低 這個在報告裡面提到 從101年到103年 我們對於河川列管的事業單位的加速 從101年大概5000多加 到102年6000多加 103年6600多加 連續三年我們列管的加速是持續增加 但是我們平均查核的次數是逐年遞減 101年是平均1.97次 102年1.66到103年只有0.94 平均一加列管的加速 一加查不到一次 所以這部分到底是我們機查人力的不足 還是說我們很消極的面對這些被列管的加速 它排放污水這樣的情況 其實這個我要很明白的坦白跟委員報告 我們確實機查人力是不足的 現在不足多少呢 這個數字我沒有辦法一下提出來 因為這邊有類似相關的數據 就是說我們各區環境督察大隊總共只有11人 北區大隊3人 中區跟南區大隊4人 總共這11人我想他不僅要抓廢水 還要查這個環評相關的條件有沒有遵守等等 所以這部分我們有沒有在增加人力上面 提出相關的數據跟一個目標出來 跟委員報告其實這個是長遠的問題 也確實一直存在我們人力不足 不只是我們督察大隊 地方的人力也相對是很不足的 但這個有他先天上的限制 所以我們比較希望說 就像剛剛跟委員報告 我們希望我們能不能去建立一個比較有效的 就當我們去查 我們就希望要把這個禍手找出來 希望能夠讓他得到比較重的制裁 那不要說去跟他只是說 抱歉 貓桌老鼠這樣 我們去了他就改善 然後走了他又固態不明 所以希望提高稽查的效率 對 所以人力的確不足喔 但是我想現在 其實我們也知道說很多管理 不再這麼仰賴人力 在2006年的一個媒體報導 就是說環保署也證實 過去我們運用傳統的水質監測器 結合新科技的這個電子即時傳訊設備 也就是說我們除了其他人力 現在如果不足的話 我們可以運用新的科技來做一些監測 來一些管理 所以從2006年的確環保署成功的 在6月份查獲了兩家化學製造業 就是運用新的科技這樣監測的系統 來落實整個監測還有查查的機制 所以目前從2006年開始到現在 差不多也都10年左右 我們目前環保署運用新科技 對於污水排放的監測跟管制上面的成效如何 是有持續嗎 是 發委員 那我們現在在水污染防治法的管制上面 我們要求排水量5000噸以上的事業 它就要設置自動連續監測的設施 那自動連續監測的設施 它的水質跟它的水溫 跟它的相關檢測數據 就會傳輸到我們的縣市的環保局 環保局隨時可以掌控這些事業的 廢物水的排放狀況 我想提出這一點就是說 我們的確在人力上面補足 我們也希望說環保署能盡快補足 以外我想能夠多運用新的科技 的確2006年就開始 而且科技日新月異 我們怎麼樣 運用科技 帶入環保相關的監測上面 我覺得好好的運用 這一部分我希望環保署也能夠加強 持續的來這樣做 那接下來我想 本席要問一個 其實我一直很關心的 塑膠微粒的事情 我在4月11號就提過質詢 5月份我也提過了一個零題 的確環保署也有相關的回覆 我想塑膠微粒其實大家很清楚 其實它對於環境造成的污染非常嚴重 因為包括了這些清潔用品 甚至我們的部分牙膏都含有所謂的塑膠微粒 它如果隨著廢水排到海洋 造成整個生態的污染 更重要的是這些生態 這些生物它使用之後 會被人體繼續使用 整個食物鏈上面 對人體造成傷害 美國在去年也通過了 無柔豬水域法 他們已經在明年確定 停止相關產品的生產 後年2018年全面禁用 含有塑膠柔豬的產品 所以環保署的確 你們在答覆我的書面裡面提到 今年6月20號也跟化妝品業者 經過做過協商 然後6月29號也與衛福部 聯商交換過意見 所以現在的進度到底到哪裡 有沒有做一些具體的結論 跟委員報告 這個就是 因為開始的時候 有它釋法上的疑義 就是因為它基本上 都是在這些化妝品 這些產品裡面 在我們只能用廢清法來管 所以當初有一些必須去做協調的 不過後來我們理所長就覺得說 既然我們的法也可以用 那我們就接下來 所以未來我們是會用廢清法去公告 來管制這個東西 那麼在進度方面 現在剛剛所報告的協商 因為它還牽涉到國際貿易的問題 所以大概預計是明年 大概明年我們可以完成法制的程序 那至於管制的騎乘 可能還要看這個協商的這個過程 也許會做一個不同的安排 對 在環保署的這個新聞稿裡面 你們預計在106就明年的時候 完成相關法制的作業 那剛好吳處長也在 處長上個月有一個記者會 你也提到 就是說相關包括副市長提到 因為WTO的關係 我們必須要兩個月的公告 然後相關的檢驗方法 還有實驗室的建置 需要一段時間 可是基本上這個問題 不是本期這個會期才提出 在上個會期 其實就有委員一直關心這個問題 包括我今年4月份 也再次提出質詢 所以相關實驗室建置 還有WTO公告兩個月 其實就可以馬上來做 所以這部分 到底我們這個實驗室建置的 進度到哪裡 因為明年如果要完成相關法制的作業的話 基本上其實副市長 廢清法第21條就可以來做了 廢清法第21條很清楚 只要中央主管機關予以公告禁用或限制 就可以 其實不難也不複雜 美國都可以已經開始禁用 相關國家也都未來要全面禁用 所以這部分 副市長是不是可以提出 一個具體的一個時程 到底什麼時候 台灣可以全面禁用塑膠為例 我想這個等一下 我看看我們處長這邊有沒有附案 那基本上就是跟委員補充報告 就是因為 其實國外有很多 他也不是用廢棄物清理 廢棄物的觀點來管這個事情 所以才會當初在國內有一些 司法上 到底用哪個法條來管的一些協調 所以剛剛委員講 沒有錯 如果說很明確是我們的 那當然他可以並行 我們這些動作都可以開始做 但是因為不確定主管的法規 所以才會變成說 確定了之後才往下做 所以那時間當然就會比較慢 所以 至於說是不是可以有一個 預定的期程 我看 明年很確定相關法制要完成 而且其實廢棄法21條 雖然其他國家沒有 我們有 我們就可以運用這一條 所以我們現在接下來 所以我們明年會完成法制的程序 好 所以副長 我希望明年相關法制程序完成 就可以宣布 這個含有塑膠唯一的產品 就在台灣全面禁用 對 能夠盡量的盡早禁止它 我們會盡早來做 我們來努力 好 謝謝副長 謝謝委員 請市一番會員質詢 請市一番會員質詢 請環保署 張副署長 委員好 副長好 本席今天想跟你談一下 就是有關於那個廢棄物的管理 跟廢棄物的再利用 那主管機關的前者 這個部分是如何劃分 可不可以說明一下 是 跟委員報告 廢棄物當然主管機關是我們沒有問題 但是對於再利用 因為它中間經過修法 原來開始是都環保署主管 後來就把再利用的這個 因為它牽涉到不同的行業 它可能有它不同的特性 那怕有時候全部都是我們主管 好像會配不上他們的使用的這個需要 所以就把這個再利用的許可的這一部分 就歸給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所以大概現在分工是這樣 那就是廢棄物的管理就是在環保署 那利用的部分就是相關的目的事業 可以這麼說 那在去年 去年三月份的時候 就是松菸文創那邊 產生了爐渣事件 這個副長了解吧 是 那爐渣用在那個 銀建混凝土的材料裡面 那會造成了一些民眾 對於結構安全的不安儀式 那事後啊 事後那個舊政府 就行政院院長 曾經指示說 請環保署跟經濟部 密切的去配合 那落實相關的法令跟管理 那這個部分 從去年 從去年到現在 這個部分是不是已經去落實了 然後對於相關的管理辦法 是不是有去製作 或者是去做辦理 是 跟委員報 因為這個部分 原來再利用的規定 是由經濟部工業局定的 所以發生那個事件之後 工業局就把它全部停用 那其實基本上 它有一大部分是沒有問題的 就是那個環原渣是有問題的 可是那時候他們把它全部停用 停用之後 就造成產業的這些沒辦法消化 所以工業局 他就趕快去修它那個規定 好像在三月而已 好像在六月 他就發佈新修訂的 所以現在他就可以恢復它的再利用 六月份的修訂這個辦法 可不可以就是說 匯後拿到本席的辦公室那邊 是 那另外環保署對於那個 匯區物就是這個管理 就是在落實方面 比如說 因為爐渣是鋼鐵廠生產的一些匯料 那因為沒有切實的管控之類的 所以會造成很多的廢棄料去亂到 比如說道路河川 或者是說沙石葉的使用 或者是說到那個 污染農田的部分 那未來 未來對爐渣的管理 我想那個 數這邊有沒有比較好的機制 是 這個爐渣確實現在是一個比較大的問題 因為它原來在 我們天然骨材不是那麼多的時候 它也許具有它的價值 可是當上次大的風災之後 天然骨材供應很多 所以它的價值就跌下來了 所以它的去處就變成有問題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現在也跟經濟部在協商 那我們希望說 如果這個煉鋼的產業還要存在 那就必須要去面對 它所產生的這個廢棄物的問題 所以必須要輔導 它的廢棄物 有適當的去路可以去 否則第一個它就是亂到 那如果說真的說 我們管得很好 它沒有地方亂到 那可能就是它的產業的生存就會受影響 所以我們這個會跟經濟部來協商 目前我們有一個固定定期的協商的機制 會把它列為重要的議題來做 那本席就提出一個題目 就是你剛才有提到經濟部這個很好 我們是不是這樣講就是說 對於那個中鋼 中鋼這種大型的鋼廠 因類入專案的管理 有沒有辦法這樣做 從源頭去管理 這個應該我們對於它的廢棄物 其實本來就可以有管理 我想你要針對我這個回答 就是把它列入專案的部分 但是其實因為中鋼其實就爐渣 其實它反而不是最大的問題 真的再利用產生問題是還原渣的部分 那那個都是在所謂 轉爐時的部分才會有 那像中鋼他們用原礦來練的 它那爐渣其實基本上應該還是很好用 舊大型的 但是也有電弧製作的鋼鐵廠 所以電弧製的這部分就是要管制的 我舉例的只是中鋼而已 但是其實你可以把大型的練鋼廠熱業專案管理 這個有沒有問題 這應該是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那是不是說我們每三個月來檢視這個報告一下 可以 可以嗎 沒有問題嗎 好 那就是就國內的大型的鋼鐵廠裡面抽樣三家 然後列入三個月的那個管理的機制 那三個月報告一次 是我們會盡量來做 OK 好 那另外請教一下 就是目前 目前對於那個環保電動車跟那個大型的 大型的公車部分 大型的公車部分 在產業的製造裡面 國內的推動的成效怎麼樣 這個部分我就不太清楚 因為是工業局跟交通部在輔導 那不曉得我們處長有沒有比較稍微了解一下 跟委員 可不可以談一下 跟委員報告 有關這個電動公車的部分 我們目前三個部會是共通有一個目標 希望在十年內把一萬輛的公車全部把它電動化 但是因為初期因為受限於這個電池等等的限制 所以初期的推動會比較慢 到目前大概是有一百多部 好再驗 那本席提供一個案例好了 就是在那個澳洲 澳洲有一個就是阿羅雷德的一個城市 這個城市一直希望就是說 打造成全世界最令人環保的一個城市 那這個城市裡面 對於電動車的那一種租車的概念 或者是太陽冷的大型公車 極喔連農業的那個飼養的牛的打殼 他們都去研究說那個打殼所製造出來的 會其實一般二氧化碳的好幾十倍 那會在消散的時候要好幾十年才有辦法去消散 那我想對他山之死可以公錯 那公家機關常常去辦那個考察 那本席也不反對說公家機關應該去辦考察 因為這個考察的制度能夠讓國內的整個生態 整個環境裡面是變好的 所以未來啊 未來那個環保署的部分 在考察的部分 如果要去辦理這些考察的話 應該到一級的就是類似這種 類為全世界歷人的第一名的這種城市去做考察 但是考察不是說只是考察而已 應該要詳實的把那些報告的內容落實 然後去做政策面的執行 副長你認為如何 這我完全同意 我們未來也會盡量朝這方向來努力 另外一個議題就是說夏天到了 那很多的農民都在燒稻草 那前一段時間啊 本席聽說環保署有做了一些那個 鑑類的使用在稻草的部分 但是那一個效果不髒啊 所以很多的那個農民他都不想使用 那對於這個鑑類的部分的改良 應該怎麼樣做改良 還是說農民領那個鑑類的話 必須要做互惠 所以用燒的不用錢 然後鑑類要錢 這個部分副長不曉得知道不知道 好 跟委員報告有關這個腐化菌的使用 那我們過去三年是在彰化線推廣 那他的產品是由台中農改廠所 所來輔導的 那初步農民的使用的效果都是 是認為是有效的 那比較不方便的部分是因為現在是粉劑 他們是希望能夠把它改成立狀物 立狀物的話再試用會比較好 那這一點我們會再跟農委會 和農改廠這邊 那匯用的部分是誰支付 匯用的部分 匯用目前我們是有補貼 那初期的話因為一包是300塊錢 那我們原則上補貼150塊 那地方政府也有補貼 你應該盡量的到 從免費的部分去推廣 因為你這個部分的話 是由妨礙到行車安全 因為有時候在高速公路 在行車的時候 會妨礙到行車安全 有時候會有車禍的產生 所以你在推廣的同時 應該是說前面的部分 在推廣應該要讓它免費 這個部分有沒有辦法做到 我們會跟地方政府來溝通 就是說盡量就是在推廣的期間 能夠讓農民負擔更少一點 因為環保值中央跟地方都各有補貼 這一個部分我想盡量的 能夠讓農民的負擔減低到最低 甚至就是免費的負擔這樣子 這個部分在有時間的話 再到本期的辦公室去報告一下 那另外副長 那另外本期要談一件事情 就是六清 六清因為它在彰化跟營林的交界地方 都在那個位置 那前一段時間 彰化縣政府有跟環保署 要了一部移動式的空氣污染監控車 那這個部分屬尚未答應 但是實際上 你不能一國兩制 就是說那一條線本來就是彰化跟營林交界的地方 所以你不能說 因為它是在營林線 所以它就有偵測 然後在彰化線就沒有只有一線之隔 這個部分我想 副長你是不是回答一下 我想不會這樣子 因為環境其實它不會 因為我們畫一條線 它就分開了 所以我們都會等同來看 所以它警局的這一部分 我們看怎麼樣子妥勝來處理 這我們回去再請同仁研究一下 這個部分我想應該是 就那個全民的健康的部分 不能分限制 應該要趕快的去辦理 謝謝你 謝謝 謝謝委員 請劉敬國委員質詢 謝謝主席 有請 環保署 副署長吧 我想我們曾經很驕傲 這個驕傲就是說 台灣僅次於南海 是世界上第二個國家 來訂定室內空氣品質的管理相關辦法 那空氣品質的管理從室外延伸到室內來 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曾經這樣驕傲過 但是到底執行的狀況怎麼樣 我想這個是 在整個決算過程裡面 我們是可以來做一個討論的 那這個討論裡面是看到 你們有提供了一些資料 那我也詢問過 那個預算執行的概況 我就簡單請教一下 99年的時候我們編了900萬 但到了103年的時候 我們編到了已經5050萬 這個預算 是幾乎是好幾倍的成長 那在成長過程裡面 執行率從99年的105.7% 下滑到103年的19.4% 這預算的增加 那執行率的下降 那顯然是非常大的一個落差 這是什麼樣的情況 能不能簡單說明一下 跟劉委員報告 那有關這個預算執行率的建設 最主要是我們公告了第一批 第一批的這個室內空瓶 室內空瓶管制場所以後 那最主要的是要輔導 還有就是跟他們做法規的說明會 就是一開始的一個輔導 跟法規的說明會 所以我們原來編列的這個 這個預算我們是認為 那時候是認為 還不需要去執行 因為一般我們這個預算的執行 都是去委辦這個民間的公司去 所以我們在103年7月1號 開始輔導第一批十大類型 466家的這個室內空瓶管制場所 那我們是希望他們能夠趕緊的 去把這個自己的制止管理能夠做好 所以這個預算執行會比較差一點以上 不是喔 市長 101年跟102年的預算比較 是增加了高達200% 那質詢率 78.6到102 101是78.6到102是35.3 執行率已經降了50% 好 102跟103預算數又增加了高達70%幾 那執行率又減了將近一半 這個你這樣導呼我的理由 是理由嗎 是我們在審預算的時候不夠認真 還是你們在執行 整個執行過程裡面 就算你剛才所講的那個理由 是一個理由 跟委員報告最主要就是說 我們在執行過程當中 我們跟地方環保局討論過 那就是就這第一批公告的場所 應該是加強去輔導 那既然是去輔導所需要的經費 就並不是原來規劃的那麼多 所以我們在本著爭絕預算的精神 那我們就 就有些工作就先停下來 那希望把第一批的工作把它做好 然後甚至去規劃第二批的公告 你們這邊順便答覆是這樣 或因為辦計劃執行期程跨年度 或辦理展延至下年度所致 針對102的答覆是這樣 那103 103年度是吸引配合應符合 生理空氣品質管理法治第一批公告場所 就成為你剛才所講的這一段 對不對 那其實102就出問題了 那102你們是兩個理由啊 那這兩個理由 是理由 是理由你確定 你要很明確跟我講 因為我們這個年度還會在見面 當然有一些委辦計畫 時程有delay啦 那因為我們也檢討說 用什麼方式 才能夠把這一件工作做得最好 所以有些經費就把它節省下來 那是這個整個預算執行 不佳的最主要的嚴韻 我這樣好不好 不要浪費大家時間了齁 你要再補充什麼理由 我再讓你提供書面出來啦 但是會做為我們未來的依據啦 你懂我意思吧 那第一批公告場所在資金上 我們也應該有個檢討的一個地方嘛 是不是也一併把檢討的報告給我們 那第二批涉內空氣品質場所 已經在5月9號預告了 那要給環保署多少時間才可以完成公告 我們第二批總共13個類型 大概是550個場所齁 那預告完了以後 我們現在正在收集跟 也在5月13號邀集地方環保機關來延商 那接下來我們會把公廳延商會開完以後 就進入法治作業 差不多多久嗎 因為現在已經7月了 應該是在3個月以內可以完成啦 所以等於8月 8月9號前 8月9號前 確定啦 好 因為國人的健康 室內空氣品質的這樣的一個 一個管理的機制基本上就是要儘快 因為法律已經通過了嘛 預算也編了嘛 這個空氣品質的指標有哪幾項 共10項 10項 二氧化碳一氧化碳 拼二點乳拼天臭氧 甲醛 還有什麼 細菌 還有真菌 還有呢 9項還是4項 就是這幾個 但是每一個場所不一定全部都類管 我知道啊 分開不同的場所 所以到底是9項還是10項 9項 多一下你等一下試一下跟我講好不好 以醫院來講啦 這9項的空氣指標裡面 它只要符合其中的4項 就算合格的場所 那車站也算是嘛 那其中 所謂的符合4項 CO2 CO CO HC HO PM10 就算合格 這4項如果都吻合就算合格了嘛 應該這麼講 但我有點好奇就是說 這個車站符合這4項 大眾捷運車站 為什麼只要符合3項 CO2 CO HC 只要符合這3項 那車站又多了一項 多了PM10 所以大眾捷運站裡面沒有TM10 車站有PM10 這樣的一個設定的標準 機制在什麼地方 最主要是我們考量到大眾捷運站 大家停留的時間不長 因為大家就是捷運的班次很密集 所以在那邊停留的時間不長 那PM10的這個測定 要有一個比較長的時間 所以參考國外的這個做法 所以在大眾捷運的部分就沒有PM10 當初的考慮的構想 好 那人潮多的地方 如車站捷運三場 要不要測細菌質 如果要為什麼沒有測 如果不要又是什麼樣的依據 有關細菌的測定 那當初也是考量就是說 那在車站最主要是通風 人來人往活動的過程 所以我們最主要是CO2 PM2.5 PM10這些 沒有你沒有PM2.5嗎 PM10這些 PM10你是針對車站喔 對 大眾捷運沒有 那你現在打呼我說 你現在打呼我說大眾捷運站的人潮 你現在大眾捷運站你沒有測PM10 對不對 對 你是車站有測嗎 那你的主要依據就是大眾捷運站 人潮在那邊駐住的時間比較短嘛 車站比較長嘛 對 那我看另外一個問題說 如車站捷運三場 為什麼不用測細菌質 那細菌也是一樣 那當初認為是說還是以通風為主 就是CO2等等這些為主 你沒有回答有問題啊 車站的 我現在跟你講車站跟捷運 兩個你都沒有測細菌質 所以兩個都通風都很好 欸我看你對這台是沒什麼清楚欸 通風的部分最主要是就是 我們不要 你幫我給捷運站住主的人 比車站速度的人快 我現在問車站跟捷運 現在不用測細菌質 你現在告訴我我們兩個 都測通風 要求是希望在這個 有通風的設施 讓它能夠 能夠維持一定的室內空氣品質 所以細菌在這個地方 就不像醫院 所以我們醫院有測細菌 醫院的這個掛號場所那邊 就有測細菌 這是當初的這個考量 你要不要在 要不要在你們自己內部 在開個會再討論一下 我覺得這有問題吧 副組長 我這麼建議應該可以吧 謝謝委員 我們回去再做一個檢討 好 而且我們台灣的 我們剛才比較韓國嘛對不對 韓國跟台灣在定細菌質 又不一樣了 落差是將近一倍啦 你像南韓的醫療機構 跟台灣的醫療機構 南韓是定 八百菌弱數的立方米 台灣是定一千五百 這個菌弱數的立方米 西湖UN3嘛對不對 嘿 為什麼我們寬鬆人家一倍以上 理由何在 不然這個我們一併回去 做一個檢討好了好不好 對啊 我想處長可能要再回答我 台灣的醫院通風比較好 不是吧 不然怎麼會 怎麼會差人兩倍 而且 韓國是通常要定的嘛對不對 我們是全世界第一國家定的嘛 比人家比較定的 應該是比人家比較進步 所以他們定八百 你就要說他們定八百 太過頭嚴 所以我們定成五 你理由要怎麼說 要說我們聽嗎 我們一併檢討了以後 那再提出報告來 好 我希望剛才我就教環保署的相關問題 可以很清楚的答覆我們好不好 那我們在未來在審預算或審基金過程裡面 可以做一個比較精確的依據啦 才不會讓有一些經費在執行上 變得越多 反而害了你們 執行越來越不利 這樣我們也覺得 我們在審計算過程裡面 非常對不起你們 謝謝 還是要委員多多支持 謝謝 請黃秀芳委員 黃秀芳委員 黃秀芳委員 黃秀芳委員不在 請陳移民委員 陳移民委員 陳移民委員不在 請費洪泰委員質詢 好 謝謝主席在場的各位女士先生 各位首長 主席幫我請一下環保署的張副署長 黃秀芳委員 長秀芳委員 曲名人 黃秀芳委員 菲勤長 你好 想跟你請教 我們台灣的垃圾減量 你覺得這十幾二十年 垃圾減量成績好不好 垃圾减量的成绩应该算不错 算不错的 别的县市我不了解了 从台北市 我是觉得 我当过十年的市议员 看到垃圾量 我们三个焚化炉 现在大概一个焚化炉烧就够了 然后我们新的 新的掩埋场也不要了 垃圾减量 当然成绩是看出来它的效果 请教一下 从中央环保署来 我们有没有对地方 垃圾减量给他们做一些评比 各位委員报 这个我们每年都有 你们是怎么做一个评比 然后评比了以后 怎么样给他一个奖励 是口头奖励还是给他奖金 还是怎么样 应该是没有奖金 不要讲应该 你是书官说 这阵子你是副署长 不该给我讲应该 你们怎么做 是 我想我们是每年都对他们的工作绩效 会有订定各个指标 那么它好比说资源回收 它应该达到多少等等 这些都在项目里面 回收量达到多少 垃圾焚化量值多少 掩埋多少量 是不是这样子来看 对相关的 当然现在我们尽量都没有掩埋 所以那个就不在我们的 平和的项目里面 我们会把比较重要的指标拿出来 那评比以后你们给他的奖励是什么呢 我们大概就会给他一个表扬 然后给他一个奖牌 我想从反面来看 这也是我现在要问你的问题 很多的县市 因为你们有给他评比 所以很多县市为了争取绩效 因此很多垃圾我就不收 你有没有听过这样子的事 有没有 应该有可能有这种情况 你不知道可能 你把状况大概讲过听听看 我们来 我对你不是谴责 我没有 之前的审决算 我对你的决算没有意见 纯粹从现实面来讨论 我会跟委员报告应该是说 我不敢保证所有的清洁队 他都能很依照规定来做 我就举一个 最近所发生的一个现象 举例从 你们有评比以后 像云林 云林的焚化如不烧 因为 别的县市讲说 为什么要到我这边污染 我还有评比 我烧你的垃圾 换句话说 我的垃圾是没有减量 对吧 你旁边的像那个什么彰化 像嘉义啊 台南高中 我都不帮你烧 这会产生这个状况 像垃圾 在台北市 我们分一个叫加湖垃圾 环保局 台北市环保局 你必须得收 对不对 那事业废弃物的垃圾 他们 他们是怎么处理 据你所了解 一般事业废弃物它照规定它要委托 但是如果说执行机关愿意接受它的委托 也可以帮它收 照规定要收 所谓的照规定要有登记的合格的公司 对不对 我的有的举例像 我不是帮哪一家在 我记得好像有什么台大 台大环保公司 事业废弃物公司 他们是有合格登记的 那台北市环保局就必须得 但是费用可能会比较高一点了 台北市以前是怎么做呢 因为新北市 新北市 它没有实施这个资源回收 所以很多 我很多 其实事业废弃物啊 很多是集合式的住宅 它某些部分也是加湖垃圾 只是那些人为了方便 我不愿意自己去丢垃圾 他们统一交给这些 事业废弃物的这个回收商来做 那回收商呢 当然它目的 要赚钱 无可厚非 因此哪边 烧比较便宜 我就去哪里 这个合理 合理不合理 合理嘛 所以很多的垃圾以前呢 还是有良心的 有良心的 我就拿到新北市去烧 那时候要到台北县 像新北市它也 仿造台北市的这一套 因此我就不收你的了 或者是因为 我希望我的垃圾要减亮啊 原来是 原来台北市的垃圾 透过合法 尤其我们不要讲合法 有登记的公司 跟没有东西的公司 很多为了成本 我就移到其他县市去烧了 其他县市我为了要 要垃圾要减亮啊 我对我的县市民 我对我的县民好有所交代 一直对不起啊 外县市来的我都不要了 那你猜啊 你猜台北市怎么做 这都是台北市所制造出的垃圾啊 可是因为你以前不在有台北市烧 尤其是一些没有登记的公司 没有登记的公司 我去举例我到夜市去收 一定要用便宜的这个价格 他才能招揽到生意啊 你猜猜台 我们台北市環保局 是怎么去对付他们这些人 你猜猜看 他不收耶 他不收耶 因为你以前到新北市烧 到台北市烧 所以我不肯收你的生意 或者是你是没有登记的公司 我也不收你的 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事情 有 所以这个也是我 你有没有听到吗 是有 我有听到类似的事情 我看你们听到的很少 因为我的选区在台北市 我有当过很多年的 我当过十年的市议员 所以很多人就来给我承训 台北市环保局不收 那你猜台北市环保局不收 新北市环保局也不收 宜兰也不收 到宜兰 路途又比较遥远 基隆也不收 桃园也不收 你猜猜怎么办 副主导可不可以请一下 你猜这些 这些事业废弃物的业者 收到了这些垃圾怎么办 当然这个是我们最不希望发生的 不是你想过听吗 这个跟你也没有太直接的关系 是你们的督导 是先也是 我晓得 我请问这样子的资源回收商 他的垃圾怎么办 你猜猜看怎么办 这是我们最不希望看到的 因为这样的结果 不是 现在已经 我现在问你 具体的事情 我只是不想点迷哪些 哪些人而已啊 因为点迷那些人 他们都认识我 我不好意思 但是我希望透过我今天的讲话 他们能够听懂 他说垃圾我告诉你 他们怎么处理 乱买 乱丢 甚至丢到海里去 或者 或者还有一个更可怕的事情 堆在仓库里 听说这一年有一个大仓库燃烧 就里面烧的通通都是垃圾 还有在路上 你看到有些废弃车子里面 塞的通通都是垃圾 那都是不定时的炸弹 副署长 你们知道这个真实的状况吗 我想我们大概知道了 尤其台北市 我真的要谴责一下台北市 为了绩效 那些做官的 为了绩效 为了他的绩效 拒绝收我刚才讲的那几种 特性的垃圾 就这垃圾你必须得处理啊 处理怎么办 就刚才我讲的那几种方法 有一个就在今年 还是去年发生一个大仓 大那个什么仓库 着火 后来报纸也就没有追了 媒体没有追了 里面通通是垃圾 除了会制造传染病 一烧起来 都是不定时的炸弹 副署长 你要告诉这些现实 你要告诉这些现实 台湾岛这么小 大家要彼此互相帮忙 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你当官是要解决问题 不是只要绩效啊 都发给你几张奖状 要怎么样 尤其像台北市 他们很在意的 民众跟媒体对他的评比 每个都为了要评比 拿出绩效 台北市环保局 就发生这样子的事情 告诉台北市环保局 把我今天讲到 对你的咨询 告诉他们 真实的状况 否则下一个会期啊 我再来咨询你们 那表示我们设计有问题 他们跟你什么 不会跟我们的考评的 这个分数有关 如果是那我们的考评 多多少少 没有 如果说没有跟考评有关的话 我跟你讲 我不会这样子来问你 否则我 我不会凭空去想像 是 如果是跟 这是人家告诉我的嘛 如果他讲这样子 我这样讲你还不承认的吗 是 没有 如果是跟考评有关 我们回去一定会检讨 因为我们等于误导他去做错的事情 但是台北市确实 他的缝化炉是我们的痛 因为 他空有容量在那里 但是垃圾进不去 所以现在垃圾大战 人家都觉得说 外线日子不烧 台北市民也许并不反对 可是是自己制造的垃圾 那个局长他只为他的绩效 我摆明了讲那个局长喔 为了他的绩效 就拒绝说 是这个我们再来跟他说通 这个不要破坏我们的环境 是 那些垃圾想想看 难道大家必须把它吃掉吗 有可能吗 那是随便乱买乱烧乱丢嘛 不是这样子吗 是 这个就是我刚刚讲 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 我讲的我是 我是很诚恳的 是 我晓得 你好好的处理 我想我会对你很客气喔 如果说你们要过去应付我 你就试试看喔 好吗 我晓得 这个我们一直在跟他们沟通了 这个我们晓得这个问题 谢谢 请陈赛宿美委员 陈赛宿美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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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欧破委员 陈欧破委员 陈欧破委员不在 请钟嘉宾委员 提书面了 OK 好 谢谢 请 黄昭顺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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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周辰秀小委员 周辰秀小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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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江永昂委员 谢谢主席 请黄昭顺委员 它用軟體讓這個汽車在平台測試跟在道路實測的時候 它的排放標準不一樣 蒙混過關 通過這個標準 這個事情注意到現在是什麼進度 這個部分我是不是請我們陳處長來說 委員好 跟委員報告 有關德國福斯汽車在去年9月就發生了在美國9月發生了這個造假的事件以後 我們同一個時間事實上就要求國內的台灣的分公司去清查它所有的車輛 清查的結果總共有18716輛是受到影響的 也就是它使用了EA189這一個引擎組 我們也要求福斯公司提出自止改善的計畫 也就是自止召回的計畫 所以在105年的1月14號核定了這一個召回計畫 目前正在執行召回中 我問你 你們的召回計畫我不懂 在你們的法規命令辦法是你們自己訂的 一般來講只給150天 為什麼福斯你們給他15個月 從今年的3月到明年6月 為什麼給他這麼長的時間 跟委員報告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 我們法規所訂的那是強制的召回 那這一個是自主召回 那自主召回我們必須要考慮它的可行性 所以我們經過這個委員會的討論 面對大的廠商 面對這個比較大的一個壓力 面對可能比較涉及比較大的這個汽車銷售的一個利益 你們就放比較寬 讓它做自主召回 不是 不是這個 它這個顯然有詐欺 它這個顯然可能是公平會跟消費處那邊要去處理 但是環保署我沒有看到你們很具體的一個立場 到現在你們握有什麼資源在手上 能夠迫使福斯汽車 能夠照環保署應該有做的事情來做 我們通過了這個召回計畫 它必須在106年的6月30號以前完成 就是它召回計畫裡面所規定的事項 那到時候我們還是會再召開相關的審查會議 那針對它是不是有完成來做審定 如果沒有完成的話是有法則的 到目前為止 3月到現在6月底還沒有進入7月 召回率只有1.6% 平均一個月召回率只有4% 要到明年的6月召回可以達成90% 這顯然有問題啊 最主要它每個月都會跟我們提報進度 那因為剛開始會比較慢 是涉及到這個軟體的驗證 我看是環保署的一個態度吧 你剛剛說有法則你的法則是什麼 我們是要按量來算 如果一量沒有完成的話是10萬塊 那你怎麼罰得到 它現在有召回計畫 但是本席就要問你了 我們環保署不同於美國的環境部的一個規定 我們只有平台有測試的這個排放的一個標準 但是在道路實體我們是沒有建置到我們的法令規章裡面 如果在道路上的檢測的話 我們這裡面並沒有相關的一個罰則 但是它用一個造假的軟體讓這個車 經過你們的許可進到台灣來 那這個車現在還可以在道路上行駛嗎 還是可以 還是可以為什麼 有沒有罰 沒有罰 為什麼沒有罰 那你這樣子的話 一個這麼大的一個廠 用一個造假一個軟體 去造假一個錯誤的一個數據 去通過你們的一個許可 讓你們可以讓這個車子銷售進來 那結果你們還要等150天 召回計畫 還你還給他放寬到15個月 最後我問你 如果他不召回 你可能會有給他罰10萬塊 但是他召回之後不一定能夠改善 這個時候你有沒有罰則 沒有罰則 有沒有在這段時間遇到這樣的一個事情的時候 想辦法環保署應該把我們的法令建制得更完整 跟委員報告 第一點有關這個道路測試 全世界都還沒有淚入法規的標準 美國有 歐盟沒有 沒有 歐盟沒有 全世界都沒有 那歐盟是當然是現在有在規劃 希望在2017年能不能公告 所以你覺得全世界如果都沒有的話 台灣就允許說你在平台測試通過標準 但是你到道路實測的時候 那個排放超過標準 一樣可以讓他行駛在道路上去污染我們的空氣嗎 你剛剛的意思是這樣嗎 我們現在是因為法規的規定 我們是用 這是辦法嗎 因為全世界都沒有 你覺得夠不夠完善 你覺得夠不夠嚴謹 需要再去做一些討論 再去做一個變更 這個 有沒有完善當然我們可以檢討 我們也會蒐集全世界的資料 我覺得應該要檢討 我現在問你了 他現在用一個造假軟體 他讓他在平台測試的時候 那個標準可以達到你們現在規定的一個排放標準 可是他實際上到道路上去跑的時候 就不可能 但是我想問 以你們現在所做的一個研究 所了解到的 如果浮世的車 他沒有那個造假軟體 在那邊操控車子的各零件的一些 這個排放的一個性能一個調整的時候 沒有那個造假軟體 移除那個造假軟體的那個原車 能透過你們的平台測試嗎 可以嗎 你有沒有想過 平台測試還是 沒有那個軟體在那裡操控那台車的時候 因為我們是用歐規的 而且是他的歐盟認證過 你就直接講行不行 因為我讀了你們的資料 那也看到網路上所有搜羅來的相關的一些說明 就是沒有看到這一點 那如果他沒有那個造假軟體 就把它移除了 他也不用再添購裝設任何設備 就可以符合我們平台上的一個資料 那浮世他可以還要跟那個他的母公司 去請示做種種這個程序上 還讓你們可以讓他多拖這麼久的一個時間 不很快的把它召回 那最主要是因為要生產那個零件 除了軟體外還有一個零件 所以有兩個東西 所以你現在就講到一點喔 光是那個造假軟體的移除 沒有另外的設備零件 去置入到這個車子裡面 那個車子是不能夠通過環保署 現在規定你這個平台的 測試的空氣的一個排放標準 對吧 要看車種啦 就是因為這一次的改正 就是這一次有造假車款的這些車種嘛 我說你環保署你讓我很失望 我問到這裡我沒有看到你有堅定的一個態度 所以說實在話 叫你把罰則 比方說在道路上 他的這個測試 也列入我們完善的一個法規的一個制定 辦法裡面 你也沒辦法 難道你是說 叫所有買到福斯的這些車主 乾脆去成立一個網站 大家不要去接受福斯有沒有的召回計畫 那如果召回不能達到百分之九十 那你們所扣的現在在手上的一千輛的福斯的汽車 你也沒有辦法給福斯去銷售 然後用這樣來對福斯做一個懲罰 你的意思是這樣嗎 你的意思是這樣嗎 不然你有什麼作為啊 因為我們是原來是有他是合法通過的 我跟你講他現在如果移除那個造假軟體 就沒有再加他的設備零件的時候 是不能通過 連平台都不能通過你們的標準喔 這樣的車子還在道路上行駛 車主買的時候是希望符合環保的一個規範 結果現在買到是不行 環保署幾乎沒有什麼武器 叫你去說做一些檢討 你剛剛還在那邊推推脫脫 不是不是不是 在這個在實驗室 我們當初也有去測 在實驗室都是會合格的 好在實驗室 因為他有造假軟體在這裡 你剛剛自己也講了嘛 如果沒有那個造假軟體 他還是需要設備零件去加註 在這個車體當中 他才能夠符合排放的標準 否則服飾很快啊 一萬八千輛全部招回 把那個軟體刪除 那平台能夠通過你們的標準 也不用說再增加什麼設備零件 就好啦 那為什麼要花這麼樣的功夫 我覺得環保署你不要打假球 你其實好像變成在保護他們 部署長回答一下好不好 是我想針對委員所關心的這一部分 我們回去再做進一步的檢討 看是不是說 已經要確實啦 我跟你講 相關的詐欺的部分 我還會去問那個公平會啦 但是環保的部分 我覺得這個不盡完善之處 我想就是我們回去檢討 就我們這一部分 那還有什麼是我們可以進一步來做的 我們再做一個檢討 200多萬輛是你們預估 現在可能有這麼多的一個數量的一個機車 是 但是就算你們104年度在網上上寫的 這個盜檢率大概五成多 盜檢了100多萬輛 可是你知道二行程汽車 機車 在你們的排放標準HC 是多少2000PBM 可是你們這一個 100多萬輛的一個樣本的一個平均檢測 是5000多耶 我用常態分析來看的話 那幾乎每一台車都沒有達到排放的一個標準 那為什麼現在這些這些機車 他們現在到底在哪裡 你們自己寫喔 五成以上的倒檢率 可是他的平均排放標準5000多 超過你們所定了2000多的PBMHC的一個標準 這怎麼回事這怎麼解 我想 這叫你們網上上的資料啊 是我想這個部分就是 可能我請同仁把數字釐清一下 但是就是說 在策略上面 因為這一部分他出場的時候 他可能設計就是那個樣子 所以他並沒有辦法 因為我們標準一直改加鹽 他就可以改善過來 你們只有邊一多等著他去汰換 我覺得這不夠具體 對所以我們現在 在新修訂的清淨空氣計畫裡面 我們希望讓地方來提出比較有效的方法 就是譬如說補貼又導他來汰換之外 要把管制配合進來 你根本沒有做管制啊 我現在問你啊 對 他的透過這個排放標準在道路上 請問你 你這幾年來 所以 你空屋這個罰單收了多少錢 所以各位報告 因為警察他也不管這個 這個需要你們去做路檢 我敢講 你們恐怕是認為說 二型 Thor G captain 機車 這可能是比較弱勢的族群 因為他可能價格上或什麼的 或是過去他們會去啟用 但是 我們雖然重視 弱勢族群的群衣 可是也不能讓他來 汙染我們的環境 Да 沒有錯 我沒有看到具體作為 而且這個一而再再而三 每一年都檢討這個問題 你們自己網站上的 公布的一個資料的數據 要打臉你們自己 對環境保護的一個政策作為 是這個部分在我們 署長新修訂的 這個《清淨空氣計畫》裡面 我們會讓地方有更大的自主的權利 那你簡單講一個具體的一個期限 或作為讓本期現在可以聽到 就是我們在清新空氣計劃裡面 我們在四年裡面要改善這個空氣品質惡化的狀況 那像二行人機車 我們就會比較自由度讓他去提出來說 你到底怎麼樣的補助 你可以又引他出來 那搭配的就是說 那好比說我補助你一年或多久 台幻再下來我要什麼樣的管制手段進來 那麼迫使這些機車他能夠盡快的台幻 因為他的整修是 你再不這樣做的話 二行程機車總有他的壽命跟連線 我讀來讀去我看到的是環保署的不作為 他只是想說讓這些機車到達一定的壽命連線自然淘汰 沒有因為我們現在會搭配 除了經濟誘導他之外 我們希望搭配管制的手段 那這樣促使他能夠盡快的台幻 這個我們會在後面的這個計畫裡面 我們會盡量來做這一部分 兩週內先有一個初步的一個書面 讓本席能夠了解 是 這個我們可以可以跟委員再做報告 是 好 謝謝委員指導 報告各位今天登記發言 尋答都已經完畢做如下決定 第一報告及尋答完畢 第二其中陳怡米委員 李彥秀委員 楊耀委員 陳賴素梅委員 所提書面質詢列入記錄刊登公報 並請相關主管機關以書面答覆 第三委員質詢當中未及答覆的部分 請相關主管機關於一週內以書面答覆 第四委員質詢中要求提供之相關資料 疫情於其境內宋教課相關委員 處理討論事項 請議事人員宣讀審查項目 中華民國103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 郭武函附屬單位決算及中繼表案審查項目 一 單位決算部分 一 環境保護署 二 環境檢驗所 三 環境保護人員訓練所 二 非營業特種基金決算部分 一 特別收入基金 環境保護基金 二 其他特種基金支援回收管理基金 信託基金部分宣讀完畢 請問各位委員對於審查項目有沒有意義 沒有意義的話我們就照案通過 本次審查環境保護署各單位預算之執行 政策之實施以及特別事件之審核 救濟等事項均照列 請問各位委員對於審查結果有無意義 沒有意義通過 好 我們恭喜環保署 恭喜我們審計部跟主計總處 今天的決算審查非常的順利 謝謝大家 辛苦了 散會 愷招勤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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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